孟子把柳夏慧和伯夷 伊颖 孔子 并称为四位大圣人 因此柳夏慧呢 又被称为和圣 不过柳夏慧啊 并不被后代统治者所待见 大概是因为柳夏慧比较不尿国君 并且不肯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做人的原则 和圣斩秦 道圣斩雄 一个太严肃 一个太恐怖 而世界啊 需要爱情的滋润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是秦圣呢 原来啊 情圣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 风流倜傥 人见人爱 其次 追求爱情 追求爱情 使智不渝 再次面对情敌不怕困难 再次战胜困难 综成正果 最后 爱情坚定 还要有结晶 要同时符合这个条件的呀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啊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人 这个人呢 叫乌成 乌成啊 是绝对的情圣 从乌成 见到夏基的第一眼起 乌成就决定了 自己这辈子啊 就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 当时的情况 乌成面对的竞争者是谁啊 楚庄王和司马子仲 哪个都比自己有权有势 但是在追求爱情的力量下 乌成没有知难而退 而是先后两番忽悠 忽悠的楚庄王和子仲 纷纷退出竞争 眼看就要抱得美人归了 谁知道 这个时候杀出一个不要命的莲颖 香老 凭空劫走了美人 乌成很失望 很沮丧 但是他没有放弃 此后 乌成利用进楚大战的机会 暗中放剑杀死了莲颖香老 之后 又设法骗过了莲颖香老的儿子 黑药和楚庄王 把夏基送回了郑国 然后再利用初始的机会 带着夏基逃奔了晋国 为了爱情 乌成整整用了九年时间 抛弃了国家 抛弃了家族 杀死了朋友 乌成带着夏基到了晋国之后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夏基也迎来了第二春 后来 在年近五十高龄的时候 夏基与乌成 有了爱情的结晶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我们是从楚国来到晋国的 为了纪念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女儿就叫楚楚吧 乌成建议 于是 他们的女儿就叫楚楚了 楚楚继承了父亲和母亲的优点 像父亲一样聪明 像母亲一样漂亮 因此被父母爱若长上明珠 很快 楚楚长大了 要到了出嫁的年龄 登门求婚者踏破了满坎 其中不乏六亲的子弟 可是乌成呢 一个也看不上 老公 你这个看不上 那个不中意 你到底想什么呢 夏基看得有点急了 不知道老公打什么算盘 老婆 你想想 咱们花了多大的代价 才成了一个家呀 你年近五十 我也五十岁了 才生下这么个宝贝女儿 容易吗 怎么能轻易就嫁出去呢 乌成说 现在她已经年近七十了 老公 你糊涂了吧 咱们还能守着女儿一辈子呀 夏基瞪了无尘一眼 别看她已经年过六十了 可是看上去啊 也就四十上下 当然不是守着女儿了 我是说啊 要找个好的 找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是谁呀 我告诉你啊 我看中了一个人 此人呢 是个年轻才俊 全靖国最有才华的就是她 她呢 出身公主 现在还是国君的老师 整个靖国 只有这个人 配得上咱家楚楚 说这么多 她是谁呀 夏基一听 来了兴趣 就这样的条件 还真不好找 谁 书相 杨舍熙 书相 夏基乐了 然后苦笑了一下 我看恐怕不行啊 不行 你认为书相这孩子不行 乌尘吃了一惊 走遍了大半个世界 他没见过比书相更优秀的人 夏基撇了撇嘴 意识是 你急什么呀 书相当然没问题 我经常听你说起 我还能不相信你的眼力 我不是说书相不行 我是担心他老娘 担心他老娘什么呀 乌尘没听懂 看来女人的事啊 女人才知道 这样吧 我给你烫壶酒 你喝着 我给你讲讲书相家的事情 夏基来了精神 平时老公见多识广 总是对自己讲这个讲那个 好不容易有机会给老公上上课了 夏基当然兴奋 看见老婆高兴 乌尘也乐得一边喝酒 一边听老婆讲故事 尽管他不相信老婆比自己知道的还多 夏基亲自把酒端了上来 又上了两个小菜 一边用柔情的眼光看着老公喝酒 一边开始讲述书相家的故事 请所有阳性读者保持恭敬 因为书相就是阳性的始祖 令阳性骄傲的始祖 当初晋武宫有一个儿子叫伯乔 伯乔的孙子 秃被封于阳舌 也就是今天三西洪洞县附近 以义为姓 称为阳舌秃 阳舌秃的儿子 阳舌直 在晋道宫时 任忠君位佐 阳舌直的一个儿子 名叫阳舌西 自书相 另外一个字叫书域 书相从小就很好学 等到长大 已经是明满晋国的学者了 有一天 晋道宫与司马侯女书齐 一起登上高台眺望 晋道宫很高兴地说 真快乐呀 居高临下观景的快乐是快乐了 可是得意的快乐却说不上了 女书齐回答 那什么叫做得意 天天在国君的旁边 监督国君的所作所为 肯定他们的善行 境界他们的恶行 可以称得上德行了 可以称得上得意了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 书相这人通古至今 他能够做到 女书齐推荐了书相 于是晋道宫就召见书相 叫他辅佐太子标 级别为宗大夫 书相虽然不是家中长子 却能够步入仕途 就因为女书齐的推荐 晋道宫轰了之后 太子标继位 就是晋平宫 太父事卧佐告老 二十出头的书相就做了太父 由于此前曾经出使各国 书相的名声不仅在晋国 在各国都是备受赞誉的 书相的父亲杨舌植 就很正直能干 不过在家里 他要听老婆的 杨舌植的老婆是谁 回忆一下春秋时期 最有学问 最能干的老婆 都来自哪里呢 对 答对了 在齐国 杨舌植的老婆是齐国人 姓江 叙事方面 我们就叫她为江娘 江娘长相一般 类似齐国的大饼卷大葱 这样的水平 也就是平均水平 不过江娘学问很高 而且有男人的气魄 所以嫁到杨舌家之后 很快成了杨舌家的主心骨 杨舌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家里家外 什么事都要听老婆的意见 江娘一口气 给杨舌家生了三个儿子 书相就是老三 之后 杨舌植偷偷摸摸 娶了个小老婆回来 这小老婆呀 长得雪梁花一般 明艳造人 小老婆是壮着胆子 娶回来了 可是娶回来之后 敢不敢用 还要大老婆点头 三天不打 上方皆瓦 你胆肥了 这个狐狸精你也敢娶 我这人心刺手软 我也不能把人家 赶出家门给饿死 坐在我们家可以 厨房打个下手算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是跟这个狐狸精 偷偷摸摸鬼混 别怪我剁了他的脚 江娘把老公臭骂一通 直接把小老婆 打发去厨房帮忙了 杨舌植怕老婆怕惯了 没办法 只能按照老婆的要求去办 自己每天在外面 人模狗样的 好像很有地位 可是回到家里呀 总是愁眉苦脸 想想看 嘴边的肉吃不上 谁能高兴起来呀 很快 事情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同僚们就背地里 拿杨舌植开玩笑 渐渐的呢 杨舌家的人也都知道了 杨舌植的儿子们 都觉得母亲做得过分 又看见父亲过得很压抑 于是商量好 一同去劝母亲 三个儿子吞吞吐吐 把来的目的 跟母亲说了一遍 然后等待母亲发怒 唉 出乎大家的意料 母亲并没有发怒 而是叹了一口气 然后摇摇头 这才说话 孩子们呐 有些道理啊 你们不知道 深山大泽 往往出产龙蛇 那个女人 长得这么漂亮健美 一定会生出龙蛇 一样优秀的儿子来 那样 将给这个家族 带来灾难 你们杨舌家在晋国 是个日渐衰落的家族 而这个国家 有那么多 有势力的大家族 一旦有人从中挑拨 你们的处境 就会变得更加凶险 我这么做啊 都是为了你们 其实 我有了你们 吃喝无忧 我还要求什么呢 如今 既然你们不能理解我 那好吧 我就按照你们的意愿去做 江娘说到做到 当天命人 按照自己的标准 布置好了一个房间 让杨舌直的小老婆 住了进去 当天晚上 杨舌直总算是得偿所愿 杨舌直的小老婆 为杨舌直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杨舌虎 果然是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杨舌直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 书相兄弟几个 也都很喜欢这个小弟弟 书相的母亲不喜欢母 书相的母亲不喜欢美女 所以她一定不会同意书相 娶我家楚楚的 下机总算说完了书相的故事 最后得出这么个结论来 老婆你多虑了 书相的母亲不喜欢书虎的母亲 那是嫉妒啊 如果她儿子娶个美女回去 她有什么好嫉妒的呢 她只会为她儿子高兴才对啊 古往今来 听说过谁不希望 自己的儿媳妇漂亮的 就像老婆你 把你起回家 我老娘在坟墓里都会笑醒的 乌尘说着笑了起来 老婆所说的事情啊 她都知道 不过她还是假装 很有兴致的听完了 最后还不忘拍了拍 老婆的马屁 老东西 这么老了 还这么会说话 下机嗲嗲的说 眼含着说不尽的风情 谁说我老了 我要让你看看 什么叫雄风油载 乌尘受不了老婆的眼神 再加上刚喝了酒 她腾地站了起来 一把把下机抱了起来 嗯 你把我弄疼了 下机搂着乌尘的脖子 说得十分忧愿 我还要让你痛不欲深呢 你真坏 乌尘迈开大步 抱着老婆进屋去了 真不愧是情深 书像 来 我有件事情要找你 乌尘找到了书像 要向他提亲 换了别人 多半会找个中间人来说这事 乌尘不用 他是个直率人 啊 乌叔 找我什么事 书像一向是个很有礼貌的人 虽然如今做了太妇 还是很有礼貌 特别是对乌尘 谁不知道乌尘家的女儿楚楚动人呢 我家楚楚啊 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 你也知道 很多人呢 上门求情 可是啊 我都不满意 如今呢 我看好了一个人 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 看好谁了 我尽量吧 书像啊 早就想去求亲 可是信心不足 因为自己家在靖国 虽然也算大家族 但是前时都靖不了 缺乏竞争力 如今乌尘要自己帮忙 肯定是看中了谁 让自己去当媒婆 想到这里啊 书像觉得有些悲哀 不太愿意去 乌尘一看这小子啊 什么都明白了 刚提到楚楚的时候啊 这小子两眼放光芒 可是提到要他帮忙的时候 两眼就暗淡无光了 由此可见 这小子对楚楚啊 也是垂涎一滴的 什么叫情声啊 这就叫情声 别尽量了 实话告诉你 我看好的这个人啊 就是你 书像直接了当说了出来 书像 乌尘直接了当就说了出来 书像就感觉血往上冲 瞬间有点暂立不稳 他是见过楚楚的 当然 那是几年前 楚楚还没有常成熟 但是那个时候 看出来楚楚啊 就是个美人胚子了 在梦里 也没少梦见 把楚楚取回家 如今送上门来 梦想成真 当然要眩晕一回了 那 我 我 行 那 那什么 书像说话 有点颠三道四 咽了口吐沫 定了定神 总算清醒过来了 口舌才便利了一些 陈门看得上我 我万死不辞啊 别万死不辞了 你不得先回家问问你娘吗 乌尘一看 这小子当不了情声 要是自己也像他那样 怎么能把下机弄到手啊 哦 对啊 我要先回家问问我娘先 不过不会有问题的 那什么 岳父 我明天给你回话 书像一激动 直接改口叫岳父了 乌尘笑了 他喜欢这小子 世上的事情 往往容易高兴得太早 乌尘高兴得太早了 书像也高兴得太早了 书像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父亲早已经去世 现在家里 还是母亲说话算数 回到家里 书像把事情 向母亲做了汇报 满心欢喜地等待母亲 也跟自己一样高兴起来 不行 江娘说 毫不犹豫 什么 书像怀疑自己听错了 不行 江娘又说 坚决反对 为什么呀 书像脱口而出 我已经让人去齐国给你求亲了 你舅舅的女儿 江娘要把自己娘家人 嫁给自己的儿子 娘 不好吧 我舅舅家里女儿一大堆 儿子没一个 我怕将来生不出儿子来呀 书像一听 急忙找个理由反对 狗屁 我还不知道你的算盘 你就是贪图楚楚地漂亮了 江娘说的一针渐旋 直接点到要害 你知道吗 楚楚的娘那是天下第一骚火 因为她害死了三个老公 一个儿子 一个国君 还亡了一个国家 还亡了乌臣的家族 这些教训 你都不吸取吗 我听说 甚美必有甚恶 最美好的东西 一定有最糟糕的一面 下集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早死 所以上天就把所有的宠爱都嫁给了他 就是要同这种美丽来滋生祸害的 从前 有人是生了一个女儿 漂亮的要命 就是玄妻 后来他嫁给了月振后魁 生了伯锋 伯锋性格贪婪 凶暴异常 因此人们就叫他大猪 后来有穷后裔灭了他 后魁因此没有了后代 再说 夏商和西州 不都是因为美女而亡国 当初太子生生自死 不是也是因为美女吗 角色的美女 足以改变人的性情 如果不是特别有德的人 娶到美女就会遭之祸患 江娘的一番大道理 说的书像目瞪口呆 江娘的话语中 有两句原文为 富有有物 足以宜人 有物这个词 就是书像的老娘发明的 意思就是角色美女 而且 是很风骚的角色美女 书像虽然学识烟薄 可是还真没想过 美女的危害有那么大 如今被老娘一说 有点害怕 那怎么办 我都答应人家了 书像有点为难 实际上还是心有不甘 答应什么呀 自己想办法去 江娘看出来了 儿子还有点贪图美色 没办法 书像去找乌尘 准备退了这门情史 书像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乌尘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别说了 是不是你娘不同意呀 乌尘问 书像点了点头 那我问你 天下这么多美女 亡国的不就那几个吗 绝大多数还是好的 楚楚他娘前半辈子过得不好 因为没有人真的爱他 后来跟了我 我们过得不幸福吗 乌尘问 您说的对 书像小声说 那我再问你 别管你娘怎么看 你自己愿不愿意娶楚楚 乌尘追问 我愿意 我是真的愿意 可是我们家是我娘说了算呀 书像抬头看着乌尘 眼中泛有内疚 也有期待 你去啊 你这么说 那就没问题了 告诉你 你岳父啊 我别的不行 这种事情一定能解决 乌尘说 看上去啊 很有把握 那 你要去说服我娘 书像弱弱地问 他还真不相信 乌尘能说服自己的老娘 你不要管了 回家等好消息吧 楚楚这辈子 非你不嫁了 乌尘说 说完拍屁股走了 书像不知道乌尘能有什么办法 回到家里 他把回居了乌尘的事情 告诉了老娘 但是没有告诉他 乌尘承诺想办法的事情 乌尘真的有办法吗 别人没有办法 乌尘是会有办法的 因为他是情圣 乌尘看问题看得很透 他知道 楚楚和书像的事情 找江娘是不行的 何况自己的女儿花一样 又不是嫁不出去 这世界上 唯一能够让江娘就范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国君 所以乌尘去找靖平公了 主公 有件事情 要请主公给个办法 乌尘也不遮遮掩掩 开门见三 请坐请坐 有什么事 靖平公还是一个 十三四岁的小孩 对乌尘很尊重 是这么回事 我们家楚楚 今年十五岁了 长得还行 也就是靖国第一 天下第二的水平吧 现在呢 国际国内啊 有很多人来求婚 我想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能自己随便做主啊 所以呢 想请主公给个建议 是嫁给谁好啊 靖平公一听 原来是楚楚的事情啊 关于楚楚 靖平公也知道一些 不过他还是个小孩 还没想到 要搂到自己这里来 那 我觉得我师父还没澄清 嫁给我师父不是很好吗 我师父这人吧 人好 有才华 家里还有钱 反正啊 什么都好 靖平公对书像 佩服得五体投地 所以 立刻就想起书像来了 还一个劲的夸 生怕乌尘不愿意 乌尘一看 心说 小屁孩 这么快就上道了 真不惊斗 主公 不瞒您说 我也有这个意思 可是我听说书像的老娘 特别讨厌漂亮女孩 大儿子薄华 就娶了个丑女 而且家里丫鬟们 一个赛一个的丑 我担心啊 担心他老娘不同意 乌尘没说自己已经跟书像提过这件事了 更没说已经被书像的老娘给拒绝了 那怎么办 其实也好办 主公就下一道旨意到书像家 就说主公已经包办了这门轻事了 同时呢 把贺礼也送上 这个面子书像的老娘一定是要给的 乌尘把主意给说出来了 那好办 立刻就办 静平宫对师父的轻事挺热心 拒绝了乌尘家的这门轻事后呢 江娘还是觉得不踏实 毕竟儿子太优秀 不知道多少美女对自己的儿子虎视眈眈呢 所谓夜长梦多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尽快给他澄清 江娘决定再派人去骑狗娘家 要求把娘家最丑的侄女给嫁过来 可是啊 人还没有派出去 静平宫的人就来了 而且大张旗鼓 热闹非凡 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 我儿子要升官了 江娘皱了皱眉头 这年头 升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礼品送来了一大堆 摆满了整个院子 这怎么回事啊 书相也被弄得稀里糊涂 搞不清怎么回事 太傅 是这么回事 主公知道您为了国家而操劳 到现在还没取清 特地给您包办了一门轻事 这不贺礼都送到了 领头的官员解释 什么 书相又傻眼了 自己现在满脑子的都是储储 乌尘那边也答应了一定有办法 可是如今国金给包办了一个 那储储怎么办呀 拒绝恐怕不行 不拒绝又确实心有不甘 那 那是谁家的姑娘啊 书相问 心情非常忐忑 谁家的 还用问 江娘从后面走了上来 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人能干出来 那就是乌尘 孩子 准备迎娶储储吧 这都是你老丈人设计的 哎 命啊 这就是命 江娘认命了 说完 他转身走了 书相笑了 这就是命 事实证明啊 这就是命 靖平宫二年 书相和乌尘的女儿乌储储陈青 到靖平宫五年 儿子出生了 取名羊舌使我 字 博实 因为书相实义在羊 因此 羊舌使我 又叫羊使我 所有羊性的读者可以起立了 羊使我 就是羊性的德性始祖 也就是说 书相就是羊性的祖先 楚楚分娩生下了羊使我 在旁边帮忙的书相的嫂子 一看 生了个带小鸡鸡的 非常高兴 急忙去给婆婆报喜 娘 娘 弟妹生了 是个儿子 嫂子一边跑一边喊 江娘也很想知道 生的是孙女 还是孙子 听到喊声说 生了个孙子 嘴角微微一笑 随后又揍了揍眉 跟着大儿媳 江娘来到了产房外 正要进去 就听见孙子在里面大声哭了起来 江娘再次揍起了眉头 她没进屋 转身离开了 娘 怎么不进去看看呀 大儿媳在后面问 是豺狼之身 豺狼野心 非是莫上羊舌事宜啊 江娘头也不会 只甩了两句话给大儿媳 江娘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酷的声音跟野狼似的 杨舌家一定毁在这小子身上 大儿媳呆呆地站住了 她觉得婆婆有点不尽人情 这个时候 她想起老公告诉她的那个故事来了 什么故事啊 江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 都是儿子 老大伯华 也叫杨舌赤 老二找妖 老三出相 老四疏鱼 也叫杨舌赤 杨舌赤刚生下来 江娘抱起来看了两眼 扔到了一边 这孩子我不养了 谁爱养谁养 江娘一句话说出来 把老公杨舌直吓了一跳 这可是亲生的孩子 怎么就不养了呢 老婆 你这话啥意思啊 杨舌直热热地问 什么意思 看看你剥的什么种 眼睛圆过隆动的 跟老虎一样 嘴巴翘老高 像猪一样 肩膀高得过分 跟老鹰似的 肚子这么老大 跟牛没啥区别 沟壑还有填满的时候 这个小猪头的欲望 永远不会有满足 咱们走着看 这小子一定会死在贪污受贿上 江娘把自己的小儿子 痛骂了一顿 那架势 如果不是自己亲生的 当场摔死了 欲贺难填 这个成语 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江娘 齐国女人 真有学问 没办法 杨舌直找了个奶娘 来养这个小儿子 杨舌家族的人 虽然嘴上不说 暗地里都觉得江娘 有点神经兮兮兮 要不就是根年期综合症 但是很快 江娘的话就得到了印证 杨舌虎是个青松少年 在外喜欢结交些少年朋友 而阮吟 是晋国少年才俊们的头 大凡自命不凡的少年 都喜欢跟着阮吟混 杨舌虎呢 自然就成了阮吟的死党 其实 不仅杨舌虎 伯华和书相 也都跟着阮吟关系很好 静平宫六年 范盖父子陷害阮吟 大肆捕杀阮吟的党羽 杨舌虎作为阮吟死党 被捕后 立即被杀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离家半步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祭典 交代问题 范盖派人 来对书相传达禁令 相当于今天的双规 书相被双规了 同时被双规的 还有书相的哥哥伯华 和另一位大夫吉燕 唉 书相叹了一口气 不管老娘的理论成不成立 至少杨舌虎的下场 被老娘言中了 阮吟的老妈 丑得一塌糊涂 她还不是一样倒霉 可是再想想 好像老娘的理论 又没什么道理 书相的人缘不错 因此就算被双规了 还是有朋友来探望 一个朋友对她说 你看你 现在被双规了 算不算是不明智啊 嗨 比起被杀流亡的 我还算过得去 诗经说得好吗 又在又在 疗雨逐碎 看来啊 能够平平安安活到自然死 那就是最明智的 书相颇有些感慨 自己小心谨慎做人 谁知 还是免不了受牵连 静平公很担心师父 但是涉于范家的势力 也不敢公开 为书相开脱 于是 静平公派了自己的静晨 同时也是范家的盟友 岳王府去看望书相 意思呢 很明显 要让岳王府帮着书相 在饭盖面前说说话 就这样 岳王府来到了书相家中 哎呦 杨舌太傅受苦了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你宽心吧 我去主公面前帮你求求情 岳王府在书相面前说得很好听 书相假装没听见 根本不理他 岳王府十分尴尬 嘿嘿了几声 转身走了 书相连屁股都没有动一下 就当这人根本就没有来过 太傅 人家说要帮你 你怎么不理人家呀 书相的家臣急了 来问书相 他救我 要救我只能是齐熙 书相回答 你糊涂啊 岳王府是国军面前的红人 国军听他的呀 他要救你 你不理人家 齐熙都老得退休了 根本救不了你 你反而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太不明智了吧 家臣更急了 岳王府不过是个宠臣 见风使舵的那种 主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能干得了什么 再说 要害我的是范盖 岳王府是范盖的走狗 别说他根本不会为我求情 就算真的在国军面前说我的好话 有个屁用啊 在岳王府的问题上 书相看得很清楚 那既然这样 赶紧派人去找齐熙大夫 请他出面呀 不必 齐大夫啊 内举不必亲 外举不必愁 怎么会对我弃之不顾呢 不用找他 他会去的 万一他不去呢 还是去找稳妥点吧 不 谁也不许去 书相不仅不派人去找 还严令任何人都不准出去 家臣不说话了 他怀疑书相啊 这回死定了 书相为什么不去求齐熙帮忙呢 他高傲到这种程度了吗 或者说他自信到这种程度了 都不是 书相知道 范盖啊 现在就是在找各种理由消灭公主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贸贸然派人去找齐熙 恰好就给了范盖 书相和齐熙暗中勾结的证据 那样不仅救不了自己 而且连累了齐熙 书相同样知道 作为晋国朔国仅存的两家公主 齐熙一定会想办法救自己的 事情都在书相的预料之中 岳王府在书相这里吃了个闭门羹 十分恼火 一路上就在想怎样说书相的坏话 怎样 书相怎么说 静平公急忙问 嗨 他还在为他弟弟杨蛇虎打抱不平呢 我看呀 这么冤枉他 岳王府说 静平公无言 现在没法指望岳王府去翻盖那里为书相求情了 师父啊 我救不了你了 静平公心里说 就在岳王府向静平公汇报的时候 一趁一车已经来到了中军元帅府 一个老人下了车 拄着拐杖 进了中军元帅府 哎呦 齐老先生 你怎么来了 范盖亲自迎了出来 来人不是别人 是静国最德高望重的齐熙 元帅 我是听说书相被双规了 我这才从十亿乘一车赶来 齐熙说 一脸的疲惫 老先生有什么指教 是说 会我无将 子孙宝之 先往赐给我们无穷的恩惠 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书说 慎有莫勋 民阵定宝 圣明的人 有谋略 有教诲 子孙才能得以安宁和保护 参与国家大事 很少犯错误 教育别人 有不知疲倦的 静国也就是书相能够做到了 这样的人 是国家的动量 就算子孙犯罪 都应该赦免的 为什么要牵连到他呢 如果连他都不宽恕 就是在祸害这个国家 致国家利益已不顾啊 啊 从前国恩被处死 他的儿子鱼得到重用 伊颖放逐过太甲 后来又辅佐他 太甲始终对他没有怨言 管书菜书被废 他们的兄弟周公 还能继续辅佐天子 如今杨蛇虎有罪 为什么要牵连书相呢 如果你推行善政 谁会不听宠你啊 为什么要乱杀人呢 当年三系害死了伯中 全国人民怨恨他们 书相的声望比伯中还高 为什么不放过他呢 齐熙也没客气 就站在门口说了一通 对于书相的事情 范盖原本就很心虚 特别是齐熙最后的几句话 让他不得不重新考量自己的计划 老先生 您说的太对了 走 我这就跟您去找主公 咱们给书相求情去 范盖决定顺坡下驴 他不愧是个老油条 书相是他抓的 他直接放人就行 如今假惺惺去静平宫面前求情 等于是把抓书相的责任 推到了静平宫的身上 齐熙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只要能放了书相 管他怎么推卸责任 两人到了静平宫那里 范盖把刚才齐熙的话 变成了自己的话 为书相求情 范原帅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没错呀 赶紧取消双规吧 静平宫乐得顺水推舟 兴说 这老家伙真狡猾 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这边派人去给书相解除双规 同时也把博华和吉焉 的监视居住取消了 那一边 齐熙不等书相来谢 直接坐着车回自己的时宜去了 书相被解除了双规 他输了一口气 却笑不出来 我们该去感谢齐老一下吧 处处建议 不要去 他匆忙赶回 意思就是不要见我 书相说 他知道危险其实并没有解除 如果这时候乳莽去见齐熙 很可能被人当作把柄来抓 到时候不仅自己倒霉 还可能连累齐熙 在历史上 历来认为书相和齐熙之间的这段故事 反映了两人的君子之交 其实不然 这是政治斗争的技巧 历史上同样的故事很多 当我们把这些故事当作古人的高尚品德传送时 就掩盖了其中真实的原因 合格的政治家不仅要会耍阴谋 更要懂得识破阴谋 虽然平安着陆 书相也后怕了很长时间 当初杨蛇虎跟着阮营混 书相觉得还不错 毕竟阮家是晋国第一大家族 而且跟范家还是亲戚 即便不能呼风唤雨 平安 平平安安没有问题 可是谁知世事难料 阮家竟然说垮就垮 杨蛇虎惨遭杀害 整个杨蛇家族都受到了牵连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宁可杀错猎人 这说明宁可杀错人 不能站错队 可是站队就那么简单吗 杨蛇虎站队的时候 谁敢说他站错了呢 宁可杀人 不要站队 这是书相得出来的教训 他想起世会来 世会那个年代的权力斗争 可比现在还要激烈 可是世会能够屹立不倒 凭什么 就凭不接党 不站队 那时候的造顿那么强横 世会同样和他保持距离 坚决不做他的同党 只要我保持自尊自利 坚持做人的原则 不贪不要 连结公正 谁又能抓住我的把柄呢 不做出头鸟 不投靠任何人 谁又会把我视为敌人呢 书相决定了 自己要向世会学习 书相早时间回顾了晋国历史 他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实 从胡家到仙家 再到旭家 戏家和阮家 遭到覆灭的家族 竟然全部都是公族 到现在 还有头有脸的公族 就只剩下齐家和杨蛇家两家 韩家虽然也是公族出身 但是在韩绝那一辈 已经沦为世 重新学起之后 已经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公族了 这一切招式着什么呢 难道公族最终要全部完蛋 难道这就是天命 书相的后背一阵寒意 急流勇退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了 可是急流勇退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家族的衰落 意味着封义 要么主动上脚 要么被夺走 而自己的儿孙将只能做个事 不行 为了家族 我要挺住 书相放不下家族的前途 书相看来 晋国就像一个大鱼塘 六青就是六条大鱼 而其他的鱼 都是他们的捕食对象 而大鱼之间也会发生争斗 要在大鱼的夹缝中生存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能挺多久 挺多久吧 书相这样告诉自己 如果真有天命 自己又怎么能对抗天命呢 软家覆没 对于晋国来说 也是个伤身体的事情 再加上晋国这些年来 忙于权力斗争 诸侯们早已经不把晋国当盆菜了 此时 晋国内乱 诸侯们暗中跟逃亡的软营 没来眼去 这让饭盖有些吃不好睡不好 看来必须要给诸侯们一点颜色看了 让他们别把土地也不当神仙 饭盖想了个厨艺 准备拿正国做法 杀鸡给侯侯砍 于是范盖派人前往正国 要求正国立即派人前来晋国朝建 都三年不来晋国朝建了 你们还想不想在地球上混了 晋国特使扔了这么一句话给正国 算是威胁 正国人害怕了 于是立刻派遣邵政资产前来朝建 范盖有些恼火 这靖国人太不给面子了 这正国人太不给面子了 三年不朝建 朝建还只派了个夏清 真是不想在地球上混了 咱们先会会他 饭盖召集六清 顺便叫上了书相 要先会会子产 为什么要叫上书相呢 因为饭盖知道 子产极有学问 怕自己肚子里那点料对付不了 中军元帅府 靖国六清 外加书相 正国方面呢 只有子产一个人来到 贾欣欣蓄礼寒暄之后 分兵主落座 子产 你们是三年不朝建 一建管三年呢 好大的面子哦 好不容易请你们来一次 还只来个夏清 什么意思 翅膀硬了 不把靖国放在眼里了吧 不把我老饭当回事了呗 啊 饭盖一拍桌子 上来就摆出一副威胁恐吓的架势 饭盖话音刚落 在座的靖国人都有些震撼 老范很少这么震怒啊 书相为子产捏了把汗 不知道他怎么样回答 郑国人脸不变色 心不跳 等到饭盖把话说完 子产并不惊慌 清了清嗓子 开始说话了 在晋国先军 道工九年的时候 我们国军 即位 即位八个月 我们的执政子四 跟从我国国军 来朝建贵国 结果范元帅 您对我国国军 不加礼遇 让我国国军 非常恐惧 由于这一趟 我国第二年六月 就向楚国朝建 靖国因此有了 细地这一意 一开头 子产先翻了翻旧账 批评范盖 范盖翻了翻白眼 没说话 楚国人那时候 还很强大 但对我们很有礼貌 我们想要跟从范元帅 可是又怕你们说 我们不尊重 奖礼仪的国家 因此只好跟着楚国 三年之后 我国国军 去朝建楚国 顺便看看他们的虚实 结果你们又在肖鱼攻打我们 我们认为我们靠近晋国 比如晋国是草木 我们不过是散发出来的气味 哪里敢有不一致 近来楚国逐渐衰弱 我国国军拿出了土地的全部出产 加上宗庙的礼器 来接受盟约 率领下臣们随时直视到晋国 参加年终的会见 后来公孙夏 跟从我国国军到晋国朝建 隔了两年 晋国讨伐齐国 我们该蒙事蒙事 该出兵出兵 这么说吧 就算再没有朝建的时候 也没有一年不聘问 没有一次打仗 不跟随出兵的 说到这里 资产顿了顿 看看大家 晋国六亲互相看看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范盖面无表情 还是没说话 可是由于大国的政令反复无常 弄得我国疲惫不堪 内忧外患随时发生 从来不敢放松警惕 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没有忘记对大国的义务 如果大国能给我们带来安定 我们一定主动来朝建 怎么用得着你们来要求呢 但是 如果不体谅我们的忧患 而只是忽悠我们 那我们实在是折腾不起 现在大国生气了 我们真的很害怕 我们哪里敢背叛贵国呢 如今 范元帅要追究我们 没办法 我们也只好听从范元帅的处罚了 子惨说完 现场鸦雀无声 子惨的话软中带硬 大意就是 不是我们不想来朝建 而是你们折腾的我们 没精力来朝建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 你们反省反省自己吧 范盖的脸色十分难看 但是对子惨 对子惨的话 他无理反驳 再看看子惨 坦然自若 子惨 你太放肆了 来人 关起来 终于 中行屋跳了出来 子惨笑了笑 准备站起身来 子惨 危在旦夕 慢着 范盖摆了摆手 示意子惨和中行屋都坐下来 范盖要干什么呢 书相 说说你的看法 范盖没有问别人 他问书相 子惨说的很有道理 想要让小国服从我们 首先 我们要自己修德 抓了子惨 只不过逼迫郑国投靠楚国而已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书相连想都没想 说了出来 一来呢 事实是这样 二来呢 他很佩服子惨 从心里啊 希望帮助他 嗯 说的有道理 好吧 从前的事情 我们一笔带过了 我们进国要修德镇 镇国呢 也不能对我们有二心 就这样了 明天子惨去 啊 跟我建国军 算是今年的聘问 范盖竟然认同了书相的看法 大家都有点意外 因为 范盖绝不是那种大度的人 多谢元帅 子惨高深的说 这个面子啊 还是要给范盖的 说完 子惨扫尸一下四周 恰好碰上了书相的眼神 两人对视一笑 范盖的算盘啊 其实打得很清楚 他之所以放过子惨 不是因为他慷慨大度 善于反思 而是迫于国际形势 楚国是敌人 习国暗中也在搞鬼 再加上流亡的软淫 如果这个时候啊 再逼迫镇国背叛自己 一旦这四股势力联合 靖国还真有点吃不消 而子惨呢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敢于不卑不亢 距离力争 子惨 敢于斥责全清靖国的范盖 能够得到书相的赞赏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孟子说呀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 展情品德高尚 不过呢 也只能独善其身 从另一个角度说啊 展情的年代还可以独善其身 可是当世界越来越混乱 人们越来越贪婪之后呢 独善其身就成了一种奢望 这个时候啊 即便你能够看到历史的未来 你也无力改变 所能做的不过是 竭力延缓灭亡的到来 并非只有小国才有这样的困惑 大国同样也有 有些人 他们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是至少他们努力了 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智慧 而是他们缺乏 足以改变历史的力量 展情去世三十年后 这一年呢 是鲁城公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九十年 郑国的公子发生了一个儿子 公子发是谁啊 他就是子国 这木工的儿子 子国的儿子取名公孙桥 字子产 子产从小的性格就很有主见 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 当时的郑国啊 这是木族独掌大权 子国为亲 和几个兄弟一起管理郑国 到子产二十四岁那年 郑国的郑青子四 派子国和子尔攻打蔡国 蔡国当然不是对手了 结果郑军活着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系 得胜回国 国家打了胜仗 抢了不少东西回来 郑国人民欢欣鼓舞 宰歌宰舞 自古以来啊 都是这样 哪个国家也不会嫌财产多 所有人都高兴 只有子产一个人很忧愁 瞧 大家都很高兴 怎么你仇没苦脸呢 子国召开了庆功会 亲朋好友请了一大帮 大家都在留学拍马 高高兴兴 就看见儿子不高兴 所以子国当时就问他了 爹 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啊 我们动用武力 并且获得胜利 这不是件好事 如今我们击败了蔡国 楚国一定会来讨伐我们 楚国来了 我们就能不投降吗 投降了楚国 靖国人肯定也会来 到时候我们又只能投降 然后楚国人再来 然后靖国人再来 唉 打住打住 你这个小兔崽子 懂个屁啊 国家大事 自然有国家领导人来考虑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当心定你个谣言祸重 子国大怒 立即自止了子产 子产不说话了 而子国心里明白 儿子的话呀 是对的 果然当年冬天 楚国人就打上门来了 郑国只好投降 第二年 靖国入侵 郑国再次投降 紧接着 楚国人又来 郑国人又投降 占小便宜 吃大亏 说的呀 就是郑国攻打蔡国的 这回事 两年之后 郑国发生了西宫事件 狱子等五大家族 发动了政变 在西宫 截杀了正在开会的子嗣 子国和子尔 政变的消息传出 子嗣的儿子子兮 立刻率领随从 杀到了西宫 这个时候 叛乱分子们 已经逃入了北宫 子兮先收敛了父亲的尸首 随后回到家中 分发皮甲 准备率领家族力量 攻打北宫 可是晚了 为什么说晚了呢 原来在听说子嗣被杀之后 子嗣家里一片恐慌 不知道叛乱分子 会不会杀过来 而子兮呢 急匆匆的出去了 家里就乱成了一锅粥 谁也不知道子嗣这趟出去 是不是也会被杀 怎么办呢 跑吧 逃命要紧 有人一声高呼 大家纷纷响应 于是子嗣家里逃了个七七八八 不仅逃命 还纷纷顺手牵羊 把家里能搬的东西 也搬了个七七八八 子嗣傻眼了 再来看看子嗣是怎样应对的 子嗣听说西宫正变 父亲被杀 大吃一惊 不过呢 他没有慌乱 关闭大门 把贵中的物品藏好 保护好仓库 全体人员准备坚守 防备进攻 子嗣下令 首先做了防守的准备 防守准备做好之后 子嗣准盾战车 一共17升战车 然后开了家门 率领战车 杀本习工 在那里收敛了父亲的尸体 直接进攻北宫 这个时候 紫桥率领国人前来驻战 两下和兵迅速击溃叛乱分子 攻占北宫 平定了叛乱 叛乱 叛乱平定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西宫事变的缘起 固然主要是因为子嗣的人 欺人太深 引发玉子等五大家族的报复 但是同时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当时的郑国六亲都是郑木工的后代 六亲之间 都是叔侄两代人 看上去亲密无减 子嗣子孔和子国是兄弟 子嗣为郑清 为国家执政 而子孔对子嗣一向内心不服 因此这次政变 子孔暗中为叛乱分子提供了情报 现在子嗣子国被杀 子孔成了辈分最高的人 郑清毫无疑问由他来担任 不过子孔还不满足 他把所有大夫都请到了朝廷 起草了一封盟书 盟书上除了规定大家 各首旗帜之外 额外要求大家 要无条件听从子孔的命令 效忠子孔 这哪里是蒙书 这分明就是效忠的誓言 没有人签这份蒙书 大家本来就有些怀疑 子孔是叛乱分子的卧底 如今再搞这么一套 这简直已经不是个普通的卧底了 这就是个要篡位的卧底 群情激愤 要不是看在子孔背风高的份上 大家早就一用而上把他给砍了 子孔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已经在调集嘉宾 准备来个关门打狗 把自己的侄子们和一帮大夫们都给杀了 双方谁也不让步 形势十分危急 一处即发 这个时候 子孔挺身而出 子孔找到了子孔 劝他说 你把这份蒙书给烧了 那怎么行 我这是为了国家的安定 大家一反对 我就烧了 以后还怎么管理国家 子孔讲起大道理来 自古以来 大凡是为了私欲的 都会讲大道理来给人听 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 何而难以安国 威之道也 子孔继续说 子孔继续劝说子孔 他说 众怒难犯 专制的欲望难以达到 这两项事情放在一起 大家都很愤怒 而你专制的欲望又没有边际 国家就很危险了 你烧掉了蒙书 大家平静了 也没有人来跟你争权 不是很好吗 何必要搞这么紧张呢 子孔想了半天 也觉得得罪人太多 不是个办法 既然这样 顺坡下驴吧 于是子孔焚烧了蒙书 大家呢 也给了子孔一个面子 承认他的执政地位 两件事情反映出 子惨的凌危不乱来 转眼间 又是九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 子惨已经三十九岁了 还是一个普通的大夫 期间 子孔很欣赏他 几次要任命他为亲 都被他拒绝了 子惨知道 郑国的权力场啊 还要洗牌 当时郑国的权力场上分两派 子孔为首 加上子然的儿子子格 和子孔的儿子子梁 是一派 除此之外 以子展 子西为首的 其余八个兄弟的后人 为另一派 而子惨比较低调 尽量不参加到斗争当中去 宁可杀错人 不能站错队 要怕站错队 尽量别站队 子惨 暗地里这样叮嘱自己 从自己开始懂事到现在 郑国的权力斗争 就没有停止过 兄弟之间 叔侄之间 一个个都是六亲不认 为了权力和利益 斗得你死我活 终于 又一次洗牌开始了 郑检公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五十四年 子孔趁着晋国 攻打齐国的机会 暗中勾结楚国 想要利用储君的力量 一举铲除这一帮侄子们 谁知道 阴谋被子斩子西发掘了 结果 储君偷袭郑国没有成功 反而被西伯利亚寒流 冻死了过半的军队 仓皇回国 子惨子系 趁机率领郑国军民 进攻子孔 结果 杀死子孔 子格和子梁 子格和子梁 则逃到了楚国 郑国权力重新布局 子斩担任郑清 其后是子西 子惨被任命为烧政 级别为夏清 正式进入清系列 另外的三个清 分别是子章 油板 和梁霄 六个清 全部是郑木工的后人 子斩子西 子惨和子章 是唐兄弟 油板和梁霄 是他们的唐侄 油板是子游的孙子 梁霄 是子梁的孙子 基本上子斩非常强势 再加上子西 子惨和子章 都很显冷 郑国政局 非常稳定 政治局第一次常委会召开了 六清讨论了国内国际形势 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 自然要说到靖国 各位兄弟 大侄子们 靖国人越来越难伺候 一个比一个腐败 今后怎么处理跟靖国的关系 大家谈谈看法吧 子斩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我看 咱们也跟齐国一样 阳凤英维 油板提出建议 不好 我觉得咱们应该体现出真诚来 主动跟他们的亲沟通 子章性格比较温和 倾向于忍气吞声 我觉得呀 干脆投靠楚国人算了 梁霄是最讨厌靖国人的 巴不得跟他们断绝关系 子西 你怎么看 子展问子西 我想听听子惨的 子西是这样回答的 于是子展和子西都看着子惨 信国这个国家 国军已经被架空 各大家族把持政局 各大家族把持政权 但是啊 都是为了家族利益 所以这个国家已经是外强中干 这个国家掌握在一帮腐败分子手中 他们只想占你便宜 所以跟他们走得太近呢 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回过头来 公然与他们作对也不聪明 我们没有必要做他们的对立面 所以对靖国要保持距离 对于牵涉到我们自己的利益呢 要距离力争 不要怕得罪他们 他们就是一帮无赖 我们越是忍让 他们就越是瞧不起我们 我们强硬 他们反而尊重我们 子惨唯唯到来 子展和子西听得频频点头 兄弟啊 以后跟靖国打交的这件事啊 就交给你了 子展很高兴 他没有想到子展这个看上去很温和很低调的人 竟然也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所以当靖国人来指责郑国 并且要求郑国国君前往靖国朝建的时候 子展并没有贸然请郑检工前往 而是派子展去了 结果子展一番措置强硬的应答 让饭盖低头服软 子展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兄弟啊 你真行 子展 子展非常高兴 他现在知道谁可以接自己的班了 子展回到郑国之后没多久 子张去世了 子张是子应的儿子 子展的堂兄 在去世之前 子张立了儿子应断为继承人 采遣加成 降低祭祀的规格 然后留下足够祭祀用的土地 多余的土地全部退还给国家 五文之 胜于烂事 贵而能贫 名无求焉 可以后亡 靖共弑君 与二三子 身在境界 不在父也 这是子张给应断的临终遗言 简单翻译一下 胜于乱事 就算地位尊贵 也要安于清平 这样就没人打你的主意 就能活得长一点 要尊重国君 尊重上级和同僚 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于保持境界 而不在于有多少财富 子张真是一个清醒的人 所以左传里的君子 给他的评价是 自戒 子张九月份去世 十二月份的时候又死了一个 谁啊 油板 如果说子张是自戒的榜样 那么油板 就是不自戒的典型了 三年前 油板的父亲 公孙蔡去世 因为他在靖国攻打秦国的战役当中 表现出色 因此 靖平公请求周王氏 允许使用轻以上才能用的大路车 来为他送葬 三年之后 油板要去靖国 向靖平公表示感谢 还没走出国境 就遇上了正在迎亲的一队人 油板抽上去一看 发现新娘长得如花似玉一般 给我抢了 油板一声令下 仗着人多势众 把新娘给抢了 然后直接送回了自己的封地 这下好了 油板连靖国也不去了 先回家跟美女洞房去了 油板没想到的是 这个美女的未婚夫 也不是善类 而是郑国数一数二的武林高手 结果也就爽了两天 武林高手领着几个兄弟 趁着夜色潜入油板家中 咔嚓咔嚓 男的杀了 女的抢走 连夜逃出了郑国 油板就这么死了 死的时候还光着屁股呢 下亲 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 副总理在床上被人砍了 而且是光着屁股被人砍的 立刻引发了轰动 换了现在 就是国家级的大案 奶奶的 破案 我还想再砍他两刀呢 一个国家的亲 是为人民做主的 他倒好 不为人民做主 为人民做爱去了 他这么胡作非为 死有余辜 子咱拍桌子 大骂油板 不仅不破案 还废了油板的儿子油粮 立了油板的弟弟游吉 随后 子咱派人 找到了杀油板的人 请他回到家乡 同时警告油家的人 不许报复 子咱 郑国人民的好总理 郑国的政局 日渐稳定 几位亲呢 也都很尽心尽力 百姓的生活 都有了改善 可是靖国 所要求的供负 越来越重 这让郑国人 感觉到不堪忍受 子咱 靖国人贪得无厌 像我们所要的供负 年年都在增加 再这样下去 过不了几年 郑国就破产了 你看 有什么办法 让他们减少我们的供负 这一天 子咱来找子咱商讨这件事 你不说 我也正想说说这件事呢 子咱说 他思索了一下 接着说 其实啊 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想想看 靖国刚刚平定 联营的内乱 齐国公开攻打靖国 其余国家呢 也都对靖国三心二意 这个时候 如果我国国军 前往靖国朝见 靖国人 一定会很感动 我们趁机提出 共赴的问题 成功的可能性呢 就会很大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祖公 亲自向靖国人 提这个要求 不大妥当吧 最好你来提 但是如果祖公去 按照规矩啊 就应该是子溪陪同 而子溪呢 没有你这么强硬 这样吧 你写一封信 让子溪带去给靖国人 子溪想得很周到 连细节都想到了 不过 如果要更保险一些 最好再向靖国人 提个要求 那么靖国人 为了面子 也要答应我们的 一项要求 子溪又提出了 一个想法来 兄弟啊 想到一块去了 当年陈国人 跟着楚国侵略我们 所到之处 砍光我们的树木 还填上我们的水井 可恶之急 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这次我们顺便提出 请靖国出兵 帮助我们攻打成果 子溪的想法 比子溪还要具体 靖国人是不会出兵的 那他们就一定要 减少我们的共赴咯 子溪兄 高明啊 没办法 都是让靖国人 给逼的嘛 靖平宫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 郑检宫 在仔细的陪同下 前往靖国朝建 郑国人 在这个时候前来 靖国人都很高兴 中军元前饭盖 设宴招待 例行的套进货 还有拍马屁 是免不了的 这一次呢 还多了一条 就是郑检宫 坚决支持靖国人民 为保持国家统一 和国土完整 所做出的努力 指责齐国 粗暴干涉 别国内政的卑劣行径 大家说的高兴 久过三巡 菜过五味 子溪 突然想起什么来 拿出一封信来 范元帅 这里有子惨 给你的一封信 您看看 仔细说着 把信递了过去 对于子惨 范盖印象深刻 暗地里 也非常欣赏他 听说有信 急忙拿过来看 信呢 是这么写的 阁下是靖国的执政 可是周围国家 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德 感受到的呢 是共赴的逐年增加 这让我非常困惑 并且不解 我听说君子治理国家 并不忧扰钱财的多少 而是忧虑没有一个好名声 靖国横针暴脸 诸侯当然心存叛逆 如果您也想把什么好处都占了 靖国也就会四分五裂了 诸侯背叛 靖国内乱 对您的家庭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吧 德行是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家族存在的基础 你怎么不自力于建设这个基础呢 有了德行 心情就会快乐 国家和家族就会长存 诗写得好 乐子君子 帮家之机 上帝领女 无二二心 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基础 不要干坏事 因为上帝随时在监视你 你想让大家说 藩元帅 给了我们快乐的生活 还是想让大家说 姓范的 靠压榨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雾宁时为子 子时生我 而为子 骏我 以生乎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大象之所以被杀 就是因为他的象牙很值钱 财富聚集的越多 就离毁灭越近 范盖的脸色 随着性的内容而变化 一阵青 一阵红 十分难看 看到最后一句 脸上的表情 突然变得轻松起来 信写得太好了 我们这就减少各国的共赋 范盖说 他竟然一脸的释然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头号腐败分子 竟然肯放大家一马呢 因为子产的信 一针简学 特别是最后一句 让范盖颇为感慨 晋国最富有的家族 一个接一个的被消灭 拼命敛财 有什么意思呢 仔细暗中佩服子产 如此不给面子的一封信 也只有子产敢写 也只有子产能够写得如此震撼 子产的一封信 基本搞定范盖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范盖这种人 翻脸不认账的事情 做得太多了 所以下一步还要继续 郑简公突然跪了起来 并且突然向范盖磕了一个头 这个举动把范盖吓了一大跳 再怎么说 郑简公也是一国国军 没有任何理由要向范盖磕头的 范盖连忙也跪了下来 也向郑简公磕了一个头 然后问 这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接受啊 郑简公没有回答 因为仔细提他回答了 元帅 当年成国跟着楚国侵犯我国 结果所到之处 砍光了我们的树木 填了我们的水井 见过流氓 没见过这么流氓的 郑国人民早就想教训他们了 可是他们有楚国成要 我们希望晋国能出兵讨伐成国 为我们讨回公道 所以 我们主公要给您磕头 仔细三言两语 把事情交代清楚了 讨伐成国 范盖现在一听到打仗 就头疼 特别是打成国 还有可能要跟楚国人决战 哪有这个底气 这个 我看算了吧 那狗咬人一口 人还能去咬狗一口吗 要不这样吧 我们啊 减少你们的共赋 你们呢 就用省下来的那部分 去种树和挖井 行不行 范盖想了半天 出了这么个主意 郑简公和紫西啊 听得偷偷乐 心说 这老腐败 外强中干啊 除了所惠受惠 别的就没啥本事了 不管怎么样 在减少共赋的问题上 范盖是不好意思再改口了 当年郑国给靖国的共赋 就减少了一些 成国怎么办 放过他们 子展又来找子展商量 觉得子展的眼光非常独到 子展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就干他 子展也说得毫不犹豫 他也是这个看法 第二年六月 子展和子展 以参加靖国组织的军事演习 为幌子 调集了七百升战车 然后亲自领兵 傍晚出发 直扑城国 一夜行军 天蒙蒙亮时 来到了成国都城城外 攻城 子展一声令下 郑国军队 卢狼似虎地攻上了城头 这个时候 城国人还在睡觉 散电站 标准的散电站 郑国大军 迅速占领了整个城国都城 尘埃宫的后宫被包围 是是是是什么 郑国人来了 郑埃宫从睡梦中醒来 才知道郑国人已经到了家门口 叹了一口气 看来 这大床是保不住了 可是出乎郑埃宫意料的是 郑国人并没有攻进来 主公 子展和子展 亲自守住了前后两个大门 不让郑军进来 有人来报 郑埃宫一听 心中安息 看来郑国人 还是很讲风读的 这下 大床是保住了 不过人家给脸 咱不能给脸 不要脸啊 于是 郑埃宫派人 向子展敬献宗庙中的祭祈 然后召集百官上朝 自己身穿上服 男女战成两排 公身低头 等待子展受降 等这边准备好了 子展拿着一根绳子 就进来了 看见这帮人 一个个灰头土脸 体弱塞康 又可笑是又可气 心说 要不是你们这帮 吃饱了撑的填了我们的紧 至于有今天吗 不过子展还算客气 面对陈埃宫 两次扣头之后 向他献酒 成国投降了 随后 子展进来 开始点数 一双 两双 三双 子展清点俘虏 听得成国人想哭 因为子展 好像清点鸡蛋 或者草鞋一样 在清点他们 随后 郑国人在成国的主庙 祭祀了土地神 由司徒代表郑国 把百姓还给了成国 由司马代表郑国 把兵符还给了成国 司空代表郑国 把土地还给了成国 撤军 子展一声令下 郑军撤退 空手而归 郑国人会空手而归吗 他们把成国的国库 给搬空了 郑国人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成国人 连向楚国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子展和子展 从成国回来 郑国驻晋国办事处 来了消息 说是范盖有敢于子产的那封信 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了 严下 晋国由赵武出任中军元帅 一封信 让腐败分子退休 牛 赵武 他是什么施政纲领 子展急忙问 总的来说呢 有三点 第一 减少各诸侯国的共赴 这是最令人高兴的 第二 加强礼仪建设 和诸侯之间融洽相处 第三 要避免战争 争取和平 争取开展 与楚国之间的对话 来人的汇报 严简易改 俗话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赵武这三把火 注定会在诸侯中 引发巨大反响 而且一定是正面的反响 子产 你怎么看 子展问 当然是好事 看来我们的日子 能好过一点了 子产说 不过他的表情 似乎并不轻松 不过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赵武上任 必然要找一个国家来立威 而他倡导和平 我们却恰好攻打了成国 我担心 赵武会拿我们来立威 同时讨好楚国人 子产皱了皱眉头 子宅笑了笑 他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兄弟 我已经想到了办法 子宅说 什么办法 我们不能被动的 等静国人来谴责我们 处罚我们 这样 你辛苦一趟 去一趟静国 献占利品 一来 静国人贪财 二来 我们主动进宪 他们也不好意思说我们什么 好主意 子产大声说出来 对子宅 他一向是很佩服的 赵武的想法 被郑国人猜到了 听说郑国入侵陈国 赵武就打算谴责郑国 并且命令郑国 立即把抢夺 陈国的财物送还 然后再派人向楚国通报 这样 楚国人一定很高兴 而和平呢 就会加快到来 赵武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韩启 韩启也觉得很好 两人在一起措辞的时候 郑国人来了 说是新境惩罚了陈国 获得了战利品 特地向静国敬献 本来还要找他们 自己送上门来了 先把使者扣下来怎么样 赵武眼前一亮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元帅 不能这样 您刚才说了 要加强礼仪建设 现在要扣人家的来史 这是不合周理的 韩启连忙阻止 那怎么办 我看我们先羞辱他们一下 这样 咱们不要接待他们 让世弱去 韩启出了个主意 让钟大夫世弱去接待郑国的亲 故意不给面子 赵武找来世弱 大致交代了静国 对郑国入侵陈国的态度 然后让他去接见子惨 其实啊 除了要羞辱郑国人之外 赵武和韩启 从内心都有点害怕子惨 想想 范盖这老油条 都被子惨骂得呆弱目击 自己这小样 估计更不是对手了 事实证明 他们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世弱在国宾馆 这样的地方接见了子惨 他心里有点打鼓 你们为什么要打成国 世弱尽量的绷着脸 以斥责的口吻质问子惨 你这蠢货 问这问题都不过脑子的 子惨心中暗骂 当然嘴上不是这样说 他盯着世弱的脸 慢慢说来 从前 陈狐公做周朝的逃阵 武王为了嘉奖他 把女儿嫁给了他 所以陈国是我们周朝的外甥 至今还依靠着周朝 最近这些年来 陈国国军多半都是 我们郑国帮着力的 可是如今 陈国人的良心被狗吃了 忘记了周朝对他们的大恩大德 无视我们郑国对他们的恩惠 恩将仇报 贼咬一口 跟着楚国人攻打我们 这还不算 所到之处 他们田井砍树 上进天良 连楚国人都看不过去 对于这种生小孩没屁眼的事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当年 我们请求贵国为我们主持公道 可是贵国拒绝了 所以我们只好靠自己 为自己讨回公道 出兵教训了他们 而他们甘心认罪 主动接受惩罚 因此 我们才能向贵国来敬献战利品 世弱一听 人家职产 从周朝开国开始说起 句句在理啊 陈国人咎由自取 可是赵元帅交代过的事情 也不能没开一枪就投降吧 那什么 那你们以大欺小也不对啊 是不是啊 世弱想了半天 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年 武王说过了 只要有罪的诸侯 就要惩罚 没说过不能讨伐小国呀 再者说了 从前诸侯土地最大四百里 现在大国土地都有四千里了 要不是侵略小国 怎么能这么大呢 资产说话真不客气 一句话问得世弱 目瞪口呆 世弱很傻眼 不知道该说什么 猛的 他看见资产还穿着军服 这好像不对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可是你穿着军服来敬献战利平 这不合规矩吧 只产一听这话 知道世弱彻底歇菜了 我们郑国的先辈啊 可都是周朝的亲 到了陈朴之战的时候 靖文公命令我们的文公 穿上军服 陪同周王接受靖国献服 如今 我们也穿着军服 向贵国敬献战利平 这是不忘靖文公的命令啊 你有什么意见吗 只产反过来问 世弱发现自己的问题总是被资产拿去借题发挥 然后再反过来推给自己 再这么下去 自己非被问傻了不可 那什么 您先休息 我回去汇报一下 回见回见 世弱灰溜溜的逃跑一般的离开了 去向赵武汇报 世弱把双方对话过程跟赵武说了一遍 听着赵武也无话可说 算了算了 人家说的有道理 那什么 送了些什么好东西来啊 赵武没脾气了 决定接受战利平 承认郑国的行为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 对于这件事情 孔子是这样赞扬子惨的 智有之 言以足智 文以足信 不言 谁知其字 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翻译过来啊 就是 言语是用来表达思想的 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 如果不会说话 谁了解他的志向呢 如果说话没有文采 又有多少人愿意听呢 陈国人向楚国人报告了被郑国侵略的事情 不过 让他们郁闷的是 楚国人根本没有兴趣帮助他们 当年 填人家的井干什么 活该 基本上 楚国人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当然 话说的要委婉一些 不过 夏天的时候 楚国和秦国的联军攻打吴国 因为吴国已经有了防备 两国军队顺便偷袭了郑国 活着了郑国的皇级和印镜富 楚国人把皇级带回了楚国 印镜富则送给了秦国 就这样 两人被分别带到了楚国和秦国 印镜富是子印的孙子 而印家在郑国实力雄厚 于是印家出钱 要求国家出面 把印镜富从秦国赎回来 印家提出这样的要求 当然不能拒绝 于是 子产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担任政令的游籍来处理 大侄子 你准备怎么办 子产问游籍 印家准备了玉璧两双 紧断二十匹 准备用这些去赎人 游籍说 这已经是相当重的赎金了 不行 这样去啊 赎不回来 子产说 这还不够 不是不够 是太多 说 开玩笑呢吧 哪有赎金嫌多的呀 游籍笑了出来 我告诉你 印镜富是楚国人献给秦国人的 秦国人却拿他来挣钱 这是有损国家尊严的 秦国人不会这么干 如果在赎金上略微表示一下 然后对秦国人说 感谢贵国的帮忙 要不是贵国 楚国人现在还在我们的城下呢 这样 秦国人就可能会放人了 说啊 这年头 哪个国家还讲什么尊严呀 不信 你就试试看吧 游籍终于还是不相信子产的话 带着大笔赎金去了秦国 他以为赎金加上青的身份 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却不知道秦国人比中原人耿直 什么 你回去吧 我们不缺这点东西 为了你这点东西 就把兄弟国家送给我们的人卖了 我们成什么人了 秦国人一点面子也不给 把游籍给赶回来了 被赶回郑国之后 游籍才知道 资产确实是太高明了 于是游籍收拾了一点郑国特产 特正宗的 用来串亲戚的那种特产 看上去很亲切 然后再次上路前往秦国 这一次游籍就按照资产交的话 来和秦国人说 这一回 秦国人高兴了 就像招待一个亲戚一样招待游籍 然后像送亲戚一样 把应景妇交给了游籍 痛喝三天好酒 欢欢喜喜送郑国客人上路 还送了一些秦国特产 资产 牛啊 全郑国人都这么说 所以国际事务中 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对于秦国人来说 对于被中原主流所抛弃的秦国人来说 他们要的是尊严 或者说是面子 历史再一次的证明 那些迫切寻求主流世界承认的国家 往往宁愿花钱买面子 由于陈公对陈国实施了闪电展 郑建公决定对有关立功人员进行奖励 为此 郑建公专门宴请了子展和子产 在宴席上 赏赐子展先路车和三命巢服 赏赐子展次路车和二命巢服 同时宣布 赏赐子展八座封衣 子展六座 对于赏赐子展坦然接受 不过子展并没有全部接受 主公 车和衣服我都收下 不过封衣我不要 子展拒绝了最实惠的赏赐 为什么 郑建公有些惊讶 赏赐名正言顺 为什么要拒绝 自上而下 应该以二的数目递减 我的排名第四而已 再说了 这主要是子展的功劳 我不能要 不对啊 就是以二的数目递减呢 子展上秦 你是下秦 不正好是六座成义吗 反正我不要 子展还是拒绝 子展 你还是要吧 你不要 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子展也来劝子展 最终子展还是没有接受六座成义 只接受了三座 应警妇赎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冬天了 刚刚到家 炕还没做热呢 楚国人又来了 什么 难道楚国人还不肯放过我吗 应警妇哭了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楚国人 得罪得那么深 不过应警妇很快知道 楚国人这次来讨伐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为什么楚国人又打来了呢 说起来很简单 原来这么多年来 郑国一直在欺负许国 许国国君 许林公 气不过 跑到楚国 做地炮 请求楚国为他们做主 教训郑国 楚国不答应 那就不走了 结果呢 许林公真就没走 病死在了楚国 楚国要是不帮我们打郑国 我做鬼也要缠着你们 临终 许林公发誓 太感人了 楚康王被感动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辜负了许国人民 对自己的阴阴期待 就这样 楚国人杀过来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焰 楚国人也不过是外强中干 跟他们干 子战并不惧怕楚国人 打交道这么多年 也知道楚国人 现在跟晋国人一样 只会欺软怕硬 郑国人都不怕楚国人 因此都准备好了 要迎击楚国人 慢着 子战来劝阻子战了 兄弟 你有什么想法 子战有些惊讶 因为他知道 子战是个很强硬的人 难道他要投降 我知道晋国和楚国 已经开始和平谈判了 世界和平是大趋势 这个时候 楚国来进攻我们 很显然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他们不会坚持多久的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让他们满意而归 这样反而能促进 世界和平的早日到来 子战站在世界和平的高度 来看问题 好 子战非常高兴 于是 郑军没有迎击楚军 而是全部退守行阳 楚军一路也没有遇到抵抗 因此直接到了行阳 首先拿下已经空无一人的外城 小城南里 将城墙拆毁 然后来到行阳城门 施之良 郑军急忙放下城门 楚军在城门外 抓了九名 没来得及逃走的郑国人 之后并不攻城 只是在城门下喊了几句类似 伸张正义 和平万岁之类的屁话 然后 全体楚军拍拍屁股 灰尘大坐 等到尘埃落地 楚国人已经回家陪老婆去了 世界和平啊 就像越境 该来的时候 一定会来 转年 到了镇检工二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六年 世界和平终于来到了 楚国 晋国 率领各自的护重国 在宋国举行和平大会 正式宣布世界和平了 战争结束了 世界是真的和平了 代表靖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 是中军元帅赵武 下军佐 智盈和上大夫 书相 宋国的和平大会结束后 赵武 智盈和书相顺道访问了郑国 镇检工在行阳郊区 设国宴 招待了赵武一行 除了镇检工本人外 出席国宴的 还有郑国最具权力的七个人 他们全都是郑木工的后人 按照职位高低的顺序 他们是 子盏 梁霄 子稀 子产 游击 硬断 子石 也就是说 郑国的六亲加上子石都来了 哇 郑荣鼎盛啊 既然都来了 是不是大家都朗诵一首诗啊 以感谢国君的厚爱 同时呢 也让我见识见识各位的想法 赵武很高兴 同时他也知道 郑国的亲们普遍很能干 想看看他们究竟有多大的学问 恭敬不如从命 我先开始了 子盏第一个影诗 这个时候啊 是不能退说犹豫的 子盏呢 念了一首 诗经 糟难 草丛 这首诗啊 描述了一个姑娘苦等心上人 看见心上人来了 心里很高兴 子盏在这里比喻看见赵武 非常高兴 忧心重重 就是来自于这首诗 好 真是国家的栋梁啊 我比不上你 赵武很高兴 他对子盏一向是很佩服的 第二个出场的是梁霄 他迎送了诗经国风 雍风 郭之奔奔 这首诗呢 描写魏宣公 抢儿媳 也有说是写婚外情的 在这里呢 显然是不合适 嘿嘿 赵武笑得有些尴尬 他从梁霄的诗来看 这小子啊 倒好像不欢迎自己 不过表情又不像 也许这小子念书没念好 色情啊 男女偷情的话 该关着门说呀 我们这可是在野外 这不是我这个使者 应该听到的 第三个出场的是子西 他念诵的是 诗经 小雅 素描 这首诗一共四段 子西只念了一段 把赵武比作糟公 小小拍了个马屁 过奖 过奖 子西 你太客气了 赵武笑了 谁听了这样的诗 都会高兴的 第四个出场的是子产 子产念的是 诗经 小雅 习桑 这首诗啊 写一个人渴望见到君子 又说呢 是姑娘渴望见到情人 子产把赵武比作君子 见到他非常高兴 哈哈 子产真是过奖啊 我只敢接受最后一段 赵武更加高兴 他一直很喜欢子产 第五个出场的是游吉 他念诵的是 诗经 国风 正风 也有曼草 这首诗写一个姑娘 与一个青年 在野地里一见钟情 于是以身相许 比喻赵武与郑国之间的关系 非常清静 托你的福啊 赵武觉得很有意思 眼前这帮君子们 其实也都很喜欢情诗啊 第六个出场的是硬断 他念诵的是诗经 唐风 西帅 这首诗劝人情愤 不要沉眠于享乐 好好好 你一定能够保全自己的家族 我看好你 赵武夸奖了硬断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紫石 他念诵的是诗经小雅 桑户 这首诗 勉力君子要知道礼仪 才能得到老天的垂爱 嗯 好一句匪骄匪傲万福来求 借你吉言啊 赵武也很高兴 宴会静欢而散 兵主各自回去安歇 书相 我觉得梁霄迟早有杀身之祸 诗能反映一个人的想法 他的诗充满了怨恨和不满 当然不是对我 那就是应该对他们的国君了 有了这些怨恨和不满 他即便能够免于一死 恐怕也会流亡国外 回到住处 赵武对书相说 在书相的指点下 他对诗的理解 有了很大的进步 元帅说的对 他很傲慢 我估计等不到五年了 书相想了想 复合赵武 复合赵武 其他几家呢 都应该能延续下去 子散家族应该最长久吧 他的地位高 但是很谦虚 印端家族也应该不错 他很欢乐 但是有节制 对自己的百姓应该很好 赵武得到了书相的复合 非常高兴 继续发挥 两人正在说话 子散派人来了 赵武一问 原来是子散希望明天 单独宴请赵武 子散单独宴请致营 子散单独宴请书相 书相很高兴 能够单独败会子散 郑国青的学养 普遍比晋国的青 要高一个档次 子散 子散 游击 印端 都很有数字 书相最喜欢的 还是子散 第二天 子散亲自来接书相 两人此前 只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那一次的对视一笑 给两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再次相见 两人已经如同老朋友一样 书相跟着子散 去了子散的家 两人一路上相谈甚欢 到了家里 两人入座 随后端酒上菜 要边喝边聊 菜上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人 跟着上菜的人走了进来 看见这个人 书相皱了皱眉头 这个人看服饰 应该是个事 可是这人长得十分寒酸 书相见过丑的 没见过这么丑的 这个丑人对着书相笑了笑 然后开口说话了 既见君子 孔雁凯涕 一兄一弟 令德受起 书相一愣 这是诗经小雅 聊宵 在这里说来 比喻晋国与郑国的兄弟关系 什么人 这么有学问 书相猛然间明白了 他站了起来 快步走了过去 一把拉住这个人的手 问道 你是燃明吧 燃明点了点头 从前 晋国古地的大夫 长得很丑 却娶了一个漂亮老婆 老婆三年不说不笑 后来古大夫驾着车 带着老婆去打猎 一箭射死了一只野鸡 老婆这才笑了 古大夫对老婆说 你从前不说不笑 就是以为我没有什么本事吧 如今 你其貌不扬 要不是你刚才说话 我真不敢相信 你就是燃明啊 书相非常高兴 说完 拉着燃明的手入席 书相原话中的最后几句是 精子少不扬 子若无言 无己失子矣 其貌不扬 这个成语就是出自于这里 书 燃明对子产笑了笑 打了个招呼 坐吧 好好跟杨蛇太父 学学 子产也笑了 燃明是谁啊 为什么书相和子产 对他都很客气呢 燃明是子燃的孙子 所以也就是子产的子子辈 当初子孔被杀 子燃的儿子子格 逃往了楚国 子格的全家却没有逃走 燃明就是子格的儿子 子产子西们放过了这个侄子 不过剥夺了他家族的地位 燃明成了氏 燃明人长得丑 但是非常聪明 因此子产很喜欢他 大家也都愿意跟他往来 晋国软银被杀之后 晋平公任命自己的宠臣 陈振为下君佐 陈振知道自己家族的底子太薄 因此非常担心自己会被铲除 一次郑国公孙辉去晋国 陈振偷偷问他 有没有什么自己给自己降级的办法 从晋国回来之后 公孙辉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 燃明就断言陈振活不了多久 因为陈振既贪恋轻的位置 又害怕被清洗 他一直会处于恐慌之中 怎么能活得长呢 果然不到一年 陈振就死了 通过这件事情 只惨认识到燃明的才能 于是向他请教治国的方略 燃明说 世民如此 见到不仁德的人就要间接铲除 就像老鹰捕捉麻雀一样 这次燃明听说书相来了 很想见他 可是身份相差太远 于是燃明就想了个办法 果然书相一下子认出了他 书相子散再加上燃明 三人久逢自己 当天尽罪而归 世界和平来到了 战争暂时远离了各国 到镇检宫22年 也就是公元前544年 子散去世了 子散的儿子子皮 继承了上清的职位 不过子皮担任上清 就遇到了难题 这一年 郑国欠收 发生了粮荒 子皮按照父亲的遗嘱 给郑国人民发放粮食 每户一众 因此 郑国人民都很感激子皮 跟子散前后脚去世的是子希 子希的儿子子四代 继承了父亲的职位 随着子散的去世 郑国有两个问题凸显出来 目前郑国政坛上 实际上是七幕在执政 也就是六亲加上子时 原本在子散和子希 相继去世之后 子时是满怀希望 地补为亲的 谁知道 亲的位置被世袭了 子时难免心怀不满 但是比子时还心怀不满的是 子希的弟弟子希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能力 应该成为亲 这又是萝卜和坑的矛盾了 坑少萝卜多 另一个问题是梁霄 梁霄一直认为 自己的爷爷子梁 是所有人的救命恩人 因此自己应该排名第一 为此他一直心怀不满 并且表现得很无理 这也是萝卜和坑的矛盾 坑小萝卜大 不管是子时 子希还是梁霄 尽管他们心存不满 但是在子散在世的时候 也都不敢太过分 毕竟子散的能力 和魄力摆在那里 等子散去世 这几位就没了顾忌 纷纷开始展开活动 最糟糕的是 子希和梁霄之间互相瞧不起 这使得四家和梁家的关系 非常紧张 子散支持谁呢 谁也不支持 他的原则还是不解党 不站队 子散认真分析过 郑国当前的形势 郑国七穆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郑建公 并且七穆四习六卿 这对于国君 才是最要命的 这意味着权力属于七穆 就像晋国的权力属于六卿 以及鲁国的权力属于三环一样 毫无疑问 郑国与邻国一样 也正处于裂变之中 对于子散来说 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裂变产生 因为这对国家是有害的 但是他改变不了现实 所以他也只能参加这个裂变的过程 成为裂变的力量之一 但是子散知道 自己的家族将不会有巨变的力量 在巨变的过程中 随时有可能成为被吞并 或者被消灭的对象 为什么这样呢 首先子散内心很抗拒瓜分正国这个事实 其次子散家族算不上七穆中的主流 在正木工的所有儿子当中 当初子孔子燃和四子孔走得很近 但是关系最密切的是子汉子嗜和子风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三位是同母兄弟 三人之间有天然的清净感 在子孔被杀之后 子汉子嗜和子风 子汉子嗜和子风的后代们 团结得更紧密了 因为在与子孔的斗争当中 他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子汉的孙子子皮 子嗜的孙子四代都是亲 子风的儿子子时仅次于亲 这股力量是郑国当前最大的力量 而其余的四个亲之间 他们的凝聚力就小得很多 所以 尽管子产在郑国的亲里排名第三 仅次于子皮和梁霄 他还是非常小心 要保住自己很简单 退休回家就行了 要保住家族也不太困难 退回一部分的封印 然后退休回家就行了 毕竟大家都是亲戚 只要你不挡人家的财路 面子都是会给的 这一点上 子产比书相的处境要好得很多 但是子产面对着与书相不同的处境 那就是晋国的兴衰 与书相的家族命运没有关系 或者说书相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改变自己的国家 可是子产不一样 只要努力 他有机会去改变国家 另一方面 郑国的兴衰 直接关系到子产家族的命运 子产明白 如果任由七木之间的矛盾发展下去 如果这个国家不做些改变 那么世界和平是告不住的 晋国和楚国随时会灭掉郑国 那个时候 子产的家族也会完蛋 家族的命运 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 子产明白 自己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要保住家族 就要保住国家 后世有人认为 子产比书相更闲 其实不然 大家都是行事使然 书相如果要做晋国的子产 恐怕连自己都保不住了 尽管想得明白 子产还是有些犹豫 在家与国之间拿不定主意 直到有一天 一个人的到来 终于让子产下定了决心 这个人是谁啊 纪杂 无国的王子 纪杂为什么要到正国来呢 他又怎么能够让子产下定决心呢 请所有无性读者保持恭敬 因为下面的故事啊 是你们伟大的德性十足 纪杂的故事 吴王渝纪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 纪杂提出要去中原走一圈 一来呢 算是代表吴国去聘问一番 二来是学习一下周理 也看看中原国家的三川人物 兄弟啊 想去就去吧 吴王渝纪当然支持 于是收拾收拾 纪杂上路了 纪杂北上 第一个目标自然是鲁国 不过要到鲁国 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 那就是徐国 徐国国军早就听说过纪杂 如今纪杂经过 徐国国军免不了要热情招待 徐国属于东夷 对周理一窍不通 于是向纪杂请教了一通 态度十分恭敬 纪杂觉得徐国国军这个人 虽然没有什么学问 但是人还算真诚 哎 公子啊 我听说吴国的剑 比中原国家的都好 能不能让我欣赏一下公子的剑 徐国国军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请求 没问题 纪杂不下厕所 解下了自己的剑 递给了徐国国军 吴国的铸剑技术 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 而且是遥遥领先 后世所说的名剑 多半出自于吴国 而纪杂的剑 是吴国剑中的精品 比寻常的吴国剑要更好 徐国国军直剑在手 看那剑寒光闪闪 剑韧锋利 当时看得爱不释手 好剑好剑 徐国国军大声叫着 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剑面 纪杂微笑不语 哎 我要是有这样一把剑 此生心愿足矣 徐国国军看了纪杂一眼 欲言又止 纪杂说 您一定会有的 徐国国军看着纪杂 等待他继续说 这把剑就送给您了 可是纪杂没有说 徐国国军把剑还给了纪杂 看得出来 他有点失望 多谢款待 等我回来 再来看您 临行前 纪杂对徐国国军这样说 纪杂难道舍不得这把剑吗 不择一日 纪杂来到了鲁国 对鲁国 纪杂太熟悉了 他在这里学习过周礼 以至于现在说话都带着一点鲁国口音 纪杂首先见到了是苏孙豹 两人谈起了周礼 之后两人都有些惊讶 苏孙豹是鲁国最有学问的人 对周礼的了解程度让纪杂佩服 而纪杂对周礼的精髓同样了解 这让苏孙豹对他侧目相看 一个蛮夷国家的人 有这样的学问 简直不可思议 两人互相欣赏 迅速成为朋友 公子 我听说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不瞒公子说 我总觉得我这个家有点奇怪 你帮我分析分析 苏孙豹说 他觉得记杂看问题特别的准 那说来听听啊 苏孙豹于是把自己当年怎样流亡齐国 怎样一夜情生下了私生子牛 又怎么因为老婆改嫁 而长期拒绝两个儿子回来等等 说了一遍 牛 牛是你儿子 记杂有点吃惊 他刚刚见过牛 就觉得这个人贼眉属眼 心术不正 心说 苏孙豹怎么找这么个猪头来当管家 现在才知道 这竟然是苏孙豹的私生子 这私生子也生得太没有水平了 是 苏孙豹回答 那我实话实说咯 你说吧 我说你恐怕不会善终啊 记杂直接说了结论 苏孙豹略略有点吃惊 并没有生气 你这人心地善良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用人 我听说君子 要紧的是会用人 你看你 身为鲁国四溪的亲 在用人上却很轻率 恐怕要自作自受了 记杂的话说得很清楚 就是在 就是在说牛 苏孙豹点点头 他也知道牛不适合当管家 也知道牛权力过大 而且心眼不是太好 可是那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而且是长子 自己不忍心亏欠他 苏孙豹又叹了一口气 终于还是没有说话 按照记杂的请求 这一趟希望能够观赏到完整的周月 苏孙豹在寝鲁相公之后 决定为他安排 在鲁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为外国客人 暂时全套周月 这一天 阳光明媚 鲁国国家乐团 和国家歌舞团 并团演出 演奏演唱全套周月 来给来自吴国的客人 做陪 苏孙豹 豹目园走上前台 第一个节目 配乐歌曲 周南 昭南 音乐响起 华丽而轻松 一段过门之后 歌声响起 观观居旧 在河之周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周南和昭南 是诗经中 国风最前面的两个部分 描绘的是 周朝故地 周地和昭地人民的 幸福生活 当然 主要是爱情生活 周南共有十一首 昭南十四首 周南第一首为官居 昭南第一首为雀巢 记杂闭上眼睛 随着音乐和歌声 脑海里浮现出 祖先们在周园 追逐嬉戏 男欢女爱 尊老爱幼 过着低碳 绿色的幸福生活 美哉 使鸡之矣 游未也 然情而不愿矣 听完最后一首 记杂满足地睁开了双眼 发出长长的改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哇塞 太美了 这就是周朝创业时期啊 虽然前面的路还很远 但是大家很勤奋 而且很愉快啊 基本上 这些歌曲相当于 兰花花 南泥湾 三丹丹开花 红艳艳等等 苦中求乐 追求爱情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书生报看了记杂一眼 不免有些惊讶 记杂对音乐和诗经 竟然这么有感觉 第一部分结束之后 开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包括 诗经国风中的 北风 雍风 和魏风 北和雍原本都是国家 周初被并进了魏国 因此 这三部分 实际上都是描写魏国的 其中北风十九篇 雍风十篇 魏风十篇 合计三十九篇 魏国的诗 多半七万忧伤 令人感怀 歌中唱道 死生气阔 与子成说 直指之手 与子偕老 头我以木桃 抱之以琼瑶 匪豹也 勇宜为好也 歌舞完的时候 记杂藏出了一口气 然后说 美哉 冤虎 幽而不困则也 武闻魏康书 武功之德如是 是其魏风呼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哇塞 太深沉了 歌中虽然有 忧伤哀怨 但是并不困惑堕落 我听说魏国的 康书和武功 具有这样的品德 刚才唱的 应该是魏风吧 书生报 惊呆了 这个男蛮子 简直就是音乐天才啊 到这里 穿插一段 四说新语里的故事 说是东汉大学问家 郑璇特别博学 在家里的奴婢 都满腹经纶 有一次 让一个女佣人干活 结果干得不好 郑璇很生气 批评了他 可是他竟然 为自己辩解 郑璇大怒 让人把他拖到院子里的 一滩泥水中 罚赞 不一会儿 又来了一个女佣人 一看这位 站在泥里 心说 让你平时这么牛逼 活该 嘴上就冒出一句 胡为 呼泥中 意思是 你站在泥里干什么呢 这位罚赞的头啊 都没抬 回了一句 薄言网素 逢比之怒 意思是 我好好解释没用 他正发着火呢 别小看 这两个女佣人的对话 这可埋伏着诗金呢 胡为 胡泥中 来自 诗经 北风 是微 薄言网素 逢比之怒 则出自 诗经 北风 薄州 接下来是 王峰 这部分 一共十首 来自 洛邑一带 歌中唱道 知我者 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 为我何求 一日不见 如三秋夕 缠绵七晚 记杂听得如此如醉 最后长舒一口气 美在 思而不惧 其周知东湖 什么意思呢 真好听啊 有忧虑 但是不畏惧 这是周朝 冬天时候的歌曲吧 公子 你说的真对呀 书生报 实在忍不住了 大声赞扬起来 随后 镇风 诗经 共有二十一首 歌中唱道 清清紫荆 悠悠我心 纵我不枉 子宁不四音 歌声唱罢 记杂摇了摇头 美在 其戏已胜 名佛堪也 是其先王乎 啥意思啊 很动听 但是都是男欢女爱 连执政 也是这样 这一定是镇风 这个国家 会很快灭亡的 随后 齐风上来 共十一首 描述 齐国的风土人情 美在 泱泱乎 大风也在 表东海者 齐大功乎 国位可谅也 听完之后 记杂立刻说了出来 因为 他有一种 大海的感觉 而吴国同样 是一个海洋国家 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好听啊 声音宏大 这是大国的音乐 我有一种 大海的感觉 所以 这大概是 江太公的齐国吧 这个国家 前途不可限量 之后是冰风 冰风一共七首 冰风唱完之后 记杂赞叹 美在荡湖 乐而不迎 其周公之东湖 啥意思啊 真美啊 浩荡博大 欢乐而不过度 大概是周公东征的音乐吧 之后是秦风 一共十首 歌中唱道 尖甲苍苍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记杂仔细听完 说道 此之位下生 夫能下则大 大之志也 其周之救乎 意思是 这就叫做西方的下生 下就是大 大到了极点 恐怕是周朝的旧月吧 朱生豹想想 秦国就是周朝的旧地呀 记杂说的对呀 接下来是魏丰 共有七首 歌中唱道 朔蜀朔蜀 无始我数 三岁灌辱 莫我肯顾 是将去辱 是彼乐土 记杂听完说道 美哉 风风湖 大而晚 显而易行 以德服辞 则明主也 意思是 真好啊 一阳顿挫 洪亮而又婉转 艰难而又流畅 再用德行 加以辅助 这就是贤明的君主了 接下来是唐逢 一共十二首 一曲唱罢 记杂感慨 思甚哉 岂有唐桃氏之遗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 非令德之后 谁能落势 意思是 思虑很深啊 应该是唐桃氏的遗民吧 否则为什么那么 深思幽远呢 不是美德者的后代 谁能像这样啊 接下来是陈逢 共十首 一曲唱罢 记杂叹息道 国无主 岂能久乎 意思就是 国家没人管 迟早要完蛋 之后是汇丰和曹丰 记杂再也没有评价 算了 过了 直接小雅吧 书生报信 记杂没有兴趣 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兴趣 直接叫住了 下面开始小雅 小雅又分七个部分 共七十四首 歌中唱道 幽幽露鸣 时野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催生 他三之时 可以公寓 战战兢兢 如陵深渊 如礼薄冰 听了小雅 记杂又来了精神 赞叹 美哉 似而不二 怨而不言 其周得自衰乎 犹有先王之遗名言 意思是 美啊 忧愁而没有背叛的心 怨恨却不表现在语言中 恐怕是周朝德行衰微的乐章吧 还有先王的遗名啊 小雅结束 自然是大雅 大雅分三个部分 共三十一篇 大雅让记杂听得肃然起敬 谈到广哉 嘻嘻乎 取有 取而有直体 其文王之德乎 意思是广博呀 和美呀 一扬顿挫 而本体刚见 净直 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 歌曲最后的部分 是颂 共分五个部分 四十首 颂 是诗经中最后一部分 即是辉红 大义凛然 歌霸 开始表演舞蹈 首先表演的舞蹈 是向肖 和南岳 记杂认真看完 评价 美呀 但是还有所遗憾 接下来是大舞 记杂看得饶有兴趣 评价 美呀 周朝兴衰的时候 周朝兴盛的时候 大概就像这种情况吧 接下来是韶户 记杂评价 像圣人那样的宏大 尚且还有所惭愧 可见当圣人不容易啊 再接下来是大夏 记杂评价 美呀 勤劳而不自以为 有德 如果不是鱼 还有谁能做到呢 接下来是韶霄武 记杂站了起来 表情庄重地说 功德到达了顶点 伟大呀 像上天的没有不覆盖 像大地的没有不承载 胜德到达顶点 就不能再比这更有所增加了 聆听光汉到这里了 如果还有别的音乐 我就不敢再请求欣赏了 于是舞蹈在这里停止了 随后 记杂亲自接见了演职人员 勉励他们要继续努力 弘扬周朝的文化 演职员工们纷纷激动地表示 从来没有人这样认真 欣赏他们的表演 也从来没有人 能够这么到位地 做出这样的评价 我们最大的心愿 不是多挣多少钱 而是把我们的歌舞表演 给真正懂得歌舞的人 这样才体现了我们的价值 演员们纷纷表示 并且留下了热泪 书生报也很感动 他对记杂表示 其实很多歌舞 我也是第一次才看到 要不是你来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看到了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不过 有的时候 好事也能传得很快 记杂在鲁国 观赏歌舞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全世界都在惊呼 原来 最懂周理的 竟然是一个叫记杂的蛮子 离开鲁国 记杂北上 来到了齐国 齐国此时正好是庆丰被灭 子伟子雅执政国政 这两位都是贪得无厌的主 现在刮封了庆丰的家产 富可敌国 十分奢侈 基本上 记杂来到齐国之后 子伟子雅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接待他 走走过场应付了事 在齐国 只有一个人是真诚欢迎记杂的 那就是燕音 公子 不好意思啊 国家刚刚结束内乱 所以有点怠慢了 燕音设宴 宴请记杂 还忘不了帮齐国圆个场 在齐国能够认识你就满足了 其他人都无所谓 不过 你刚才说内乱完了 这一点我不敢同意啊 记杂倒并不在意 在齐国遇到了冷遇 他很喜欢燕音 两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公子的意思是 齐国现在是执雅执尾当政 两家娇横奢侈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实际上跟崔家和庆家没什么区别 可是我看陈家和豹家 似乎都在收买人心 齐国终究免不了另一场内乱 说实话 我有些为你担心 公子你所说的就是我担心的 我应该怎么办呢 燕音一下子紧张起来 急忙请教 我建议你啊 把封一退掉 把官辞掉 这样就可以幸免于难 记杂出了这么个主意 现在这就叫做裸退 好主意 燕音叫好 其实他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记杂走后 燕音通过陈长向齐警公申请裸退 齐警公还有些挽留的意思 找子伟子雅一商量 这两位异口同声 好啊好啊 他退回来了 我们哥俩分了吧 齐警公没脾气了 离开了齐国 记杂来到了镇国 镇国人对记杂非常尊重 紫皮为首 热情接待 只有一个人 没有把记杂当回事 那就是梁霄 燕音记杂的头一天 梁霄喝得烂醉 以至于第二天的宴请 都无精打采 记杂和子产一见如故 记杂赠送子产一批白捐大袋 子产则送给记杂一件麻布衣服 这一天 子产单独宴请记杂 子产 我看子皮倒是个不错的人 只是梁霄 有些奢侈狂傲 似乎大家对他都不满 包括子皮也是在忍他 我估计他的结局不是流亡 就是被杀 到时候就该你来管理国家了 你可一定要依照礼法来管理啊 否则镇国还要乱 久过三巡 记杂谈出了自己对镇国的看法 公子 早就听说你看问题入目三分 今天的点拨让我茅塞顿开 公子的指点 我紧记在心了 子产对记杂更加佩服 两人净罪而归 记杂的话 子产确信自己有机会改变这个国家 于是 他开始酝酿 怎样去实施自己的想法 离开镇国 记杂又来到了魏国 魏国对记杂的接待 比任何国家都要热情 魏国的亲们也都很尊重记杂 纷纷向他请教 在魏国 记杂过得非常愉快 与瞿员 石狗 史 公子经 公书发 公子曹 谈得都很投机 魏国有很多贤能的君子 不会有什么祸患 记杂下了结论 难道是谁对他好 他就说谁好吗 当然不是 魏国随后的历史证明了记杂的判断 离开了魏国 记杂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 晋国 晋国人也早就听说了记杂在鲁国的传奇故事 因此赵武亲自接待 李叔非常恭敬 不仅赵武 韩起和魏叔也都恭恭敬敬地请教 而另外三个亲不以为然 觉得没必要对这个男蛮子那么客气 记杂早就听说过书相的大名 此次两人相见 也是惺惺相惜 记杂离开晋国之前 书相特地拜会了记杂 公子 想请教你怎么看晋国的局势 书相真心请教 晋国攻势衰落 震出多门 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要低调谦虚 否则一定先灭亡 造武 韩起 魏叔都很谦虚 我估计 晋国今后恐怕要归于这三家了 记杂看得很清楚 分析得也很清楚 那我应该怎么办 书相有些紧张 你尽你的本分就行了 不过你为人耿直 要避免卷入潜力斗争 这样就能远离灾难 记杂又给出了答案 多谢指点 书相很感激 他知道记杂的话都是精欲良言 在齐国 记杂指点燕英 在郑国 记杂指点资产 在晋国 记杂指点书相 对于记杂来说 这三个人都是他喜欢的人 可是他的指点并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记杂知道 这三个人的处境不一样 面对的问题不一样 所以需要不同的应对方略 记杂是真正的高人 看问题一针见血 提建议 直达要害 离开晋国 记杂感觉一路上很轻松 通过在各个国家的观察 他更加确信 自己拒绝当吴王 是正确的决定 不过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穿过徐国 就要回吴国了 在徐国 记杂知道一个消息 徐国国君已经死了 啊 记杂大吃一惊 他葬在哪里 记杂问 于是有人告诉了他 徐国国君的墓地 记杂来到了徐国国君的墓地 墓地上有一棵树 记杂解下了自己身上的那柄宝剑 挂在了树上 然后转身走了 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 随从闻有些惊讶 毕竟这把剑是一把宝剑 我送给徐国国君的 一个人要讲信用的 可是公子 你从来没有答应过他呀 不 在我的心里 早已经答应他了 只是因为这一路上要用到 所以决定回来的时候给他 我不能因为他死了 就违背了我的诺言 随从门无言 二十九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 记杂再次出访中原诸国 此时书像和资产都已经去世 不过记杂当初的预言 都已经被证明是准确的 初始期间 公子光和吴子虚 合谋刺杀吴王辽 记杂回到吴国后 彻底退出了吴国政坛 因为记杂封于延陵 史称延陵记子 后来又封周来 称延周来记子 延陵的具体位置有争议 大致为今天江苏常州 和丹阳交界所在 记杂去世后 葬在江苏江英深港西南 后人在墓旁见记子寺 墓前立碑 传说碑名 呜呼有无 严陵君子之墓 十个古传是孔子所述 实称十字碑 后悔于抗日战争 史上对记杂的评价非常高 他对权力和财富的超然态度 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他对于周里周月的修为 令孔子敬佩 并且极大的激励了孔子 后世的评论认为 记杂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思想家 外交家和文艺评论家 记杂能够看透人性 看透权力 看透世事 他能够走遍中原 所到之处一针见血 所到之处备受尊重 与子产 奄英 书相等时代智者 贤者 结交 并且互相欣赏 其智慧 见识和人品 已经无需后人评价 后来吴国灭亡 福差的太子吴宏 被流放到了江西 其后代以吴为姓 不过吴姓的大部分 是记杂的后人 因此吴姓公认的德姓始祖 就是记杂 史称严林继子 吴王后 吴王宗史 乘船出海 抵达日本 有说法 日本皇室 就是吴姓的后代 汉位 自隋唐时 日本皇室 都曾郑重表明 是吴太博的后裔 我国的史书 魏略 敬书 梁书 北史 陆史 也都有类似记载 记杂的五十四孙 吴权 于公元939年 在越南称王 建立了越南历史上 最早的独立王朝 吴朝 吴姓卸为越南第六大姓 东汉时 由吴丰 进入朝鲜 吴姓为朝鲜 最常见的二十大姓之一 王子覆盖 逃亡 楚国 其子孙在吴者 因此叫夫于氏 夫于氏族人 后来辗转迁徙到朝鲜半岛 当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 夫于氏家族独撰百居一方 成为朝鲜历史上的三族 唐初有夫于党 成为百居国王 公子记杂 在中原国家走了一趟 就像一个赤脚医生 对乡里进行了一次寻证 从那以后 有病的治病 没病的健身 病入膏肓的 准备后事 魏国基本上就属于 没病健身的那种 大家安安身身过日子 鲁国呢 基本上是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 净躺等死 齐国大病难遇 晋国必将肢解 郑国勉强求存 都只能静人事而听天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世界在变化 怎么变呢 巨变 当然还有裂变 而且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 周朝在分裂 一个统一的王朝已经不复存在 而是若干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裂变 与此同时 大国在不停地吞并小国 国家在变大 这是巨变 然而摆脱了周朝统治的诸侯们 却没有认真去思考 周朝为什么会分裂 或者说自己为什么能够从周朝分裂出来 所以诸侯们在重蹈周朝的负责 他们很快发现 周朝发生的事情 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 在诸侯国当中同样发生着变化 巨变 还有裂变 而且一切都不可逆转 就像风奔离析的周朝再也无力外顾一样 实际上同样走入分崩离析的诸侯国 也已经无力外顾 世界和平因此到来 而世界和平的到来 转而加快了各诸侯国内部的巨变和裂变 对于各国的亲代夫们来说 现在他们面临的是春秋中早期 诸侯们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强大则瓜分这个国家 不够强大则保全自己的家族 弱小则会被吞并 那么什么是贤人 贤人就是在保全自身和家族的前提下 还能帮助国家苟延残喘的人 那么什么是圣人呢 圣人啊 就是连自己的前途都看不到在哪里 却能够为世界的前途担惊皆虑的人 记杂的朋友都是贤人 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想办法保住自己的脑袋 记杂走了之后 子产更加小心的保护着自己 四代是接了父亲紫西的班 他有一个叔叔叫紫西 一直以来自是清高 认为自己的能力完全应该做到清 四代和这个叔叔的关系非常好 也常常为他呼吁 对于紫西 紫皮尽量躲着他 他知道紫西的能力和人品 都不够做清的资格 而子产 游击和硬断 也都小心翼翼 尽量不去招惹他 可是啊 有一个人不怕他 这个人就是梁霄 奶奶个头 当初要不是我爷爷极力坚持 你们这个家族啊 全都灭了 牛什么牛啊 梁霄经常这样说 他说的呢 都是事实 谁要是不信 我们就去翻翻前面第四步 小兔崽子 谁还没喝过谁家一碗棒子面粥啊 过去好几辈子的那点屁事 总挂在嘴上说什么说啊 别人没说什么 紫西不买这个账 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梁霄表示不服气 说起来呢 两个人还是疏直 虽然稍微远了点 记杂的预言 当年就在郑国成为现实 梁霄负责郑国的对外事务 他看着紫西不顺眼 于是想了一个公报私仇的办法 西叔啊 我给你派个任务吧 出使一趟 这一天梁霄把紫西给叫来了 要给他派个活 哦 去哪里啊 紫西冷冷地问 他就觉得梁霄啊 是黄鼠狼给几百年 没安好心 去楚国 梁霄微笑着说 他呀 确实没安好心 什么 去楚国 我们跟楚国阵冷战着呢 你让我去 不等于让我送死吗 紫西一听 大喊大叫起来 哎哎哎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家不是外交世家吗 你不去谁去啊 世家 世家也不能去送死啊 我告诉你啊 能去我肯定去 不能去 那我肯定不去 紫西还挺横 不去 国家仰着你 到用你的时候了 好嘛 你不去 不去 就没收你的风意啊 梁霄更横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俩人吵了起来 最后紫西一拍桌子 好 小兔崽子 你等着 说完 紫西转身 气横横的走了 跟我斗 哼 梁霄得意的笑了笑 紫西不是好惹的人 从梁霄家回来 紫西越想越窝火 最后一拍桌子 他大爷的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老子跟你拼了 紫西说到做到 一边分发皮甲 武装加兵 一边通知四代 让青子子出兵增援 同时还通知了紫皮和紫石 三大家族 如果合兵 在镇国是没有人能抵挡的 四代没有犹豫 立刻准备出兵 这一边 梁霄还完全不知道 那边已经摩拳擦掌了 内乱随时到来 关键时刻 紫皮出面了 紫皮首先劝住了紫西和四代 然后又去梁霄家调解 梁霄听说紫西和四代 要来攻打自己 也吓了一跳 如今紫皮亲自来调解 他呢 也乐得顺坡下驴 于是当天晚上 紫皮召集了 郑国所有的清大夫 到梁霄家 所有人作证 梁霄和紫西握手言和 举行盟事 哼 这样的盟事 能管几天呀 诗经理说的好 君子吕蒙 乱事用堂 蒙事越多 反而越乱 大夫鼻罩 私下断言 那你怎么看局势发展呢 人民对皮罩十分幸福 于是讨教 梁霄专横跋扈 不自量力 最终完蛋的呀 一定是他 他完蛋了 谁来执政啊 还用说吗 肯定是子产啊 子产执政 这个国家才会有希望啊 是啊 如果不是子产 郑国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皮罩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燃明 这样本身就很贤能的人 对他竟然这么幸福呢 说到皮罩啊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春秋时期的占星术了 皮罩 是最早记载占星术的专家 也被称为中国占星术的主食爷 自古以来 人们就在研究天上的星星 认为天与地是对应的 所以星象能够预测人间的事情 据史记记载 关于星象学啊 皇帝时期就已经有了 之后历代都有发展 不过 关于星象学的记载啊 多半已经遗失了 至今留存最早最完整的 反而是史记了 其中的史记天官书第五 对中国古时的星象学 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按古时的星象学 天上的星星 都对应着地上的人物 器具 地方等等 决定着人世间的 福 祸 星 衰 和喜 怒 哀 乐 比如 我们常说的28星宿 就代表了中原的28个地区 因此 星成的运动 往往就招视着相对应的人物 地区或者国家将要发生什么 春秋时期 用的比较多的是岁星 岁星是哪颗星呢 也就是木星 在太阳系中 所有行星当中 木星为最大 其质量是所有行星之和的两倍 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 为4332.598天 约和11.86年 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 木星约12年运行一周天 于是把周天分为12分 称为12次 木星每年行经一次 就用木星所在的星次来纪年 因此木星被称为穗星 这种纪年法被称作为穗星纪年法 除了12次之外 天上又有12层的分化 永子 丑银卯 层 四五位 身 有 续亥 十二地支来称呼 它的计量方向和穗星运行的方向相反 即 自东 向西 由于十二地支的顺序 为当时人们所熟知 因此 人们又设想有个天体 它的运行速度呢 也是12年一周天 但运行方向是寻12层的方向 这个假想的天体 称为太岁 当穗星和太岁的初始位置 关系规定以后呢 就可以从任何一年 穗星的位置 推出太岁所在的层 因而 就能以12层的顺序来纪年 木星绕天一周 实际上不是12年 而是11.86年 所以每隔82年 就会有一个新次的误差 叫做超成或者超次 春秋时期 星象学中 穗星的位置代表了不同的国家 穗星的运行 以及与其他星体相对位置 也就对不同的国家有影响 所以春秋时期的占星术 多半拿穗星说事 春秋时期 有几位占星的高手 他们是郑国的皮肇 鲁国的兴圣 和宋国的紫围 这里略作介绍 鲁湘公28年 也就是公元前545年 这一年 记扎出访各国的前一年 春天 鲁国气候反常 异常温暖 各地都没有发现兵 鲁国大夫 兴圣断言 恐怕今年 宋国和郑国 要发生饥荒了 为什么呢 有人问 凭什么鲁国气候温暖 郑国和宋国就要饥荒 是这样的 现在穗星 本来应该在豆 牛的位置上 可是穗星啊 已经过了这个位置 到了玄浩的位置 天时不正 就会带来灾荒 本来应该寒冷的时候 却很温暖 龙在下 而蛇在上 龙是宋国和郑国的星术 所以 这两个国家 必然发生灾荒 兴圣这样分析 当年 郑国和宋国 果然都遭到了旱灾 当然 鲁国其实啊 也遭到了旱灾 当年秋天的时候 郑国的皮设 也做了一个预言 今年 周王和楚王都要死 为什么 有人问 因为 今年的穗星啊 不在他本来该在的位置上 跑到了明年的位置上了 危害到了 象征南方的 猪鸟尾 所以 周王室和楚王都要遭殃 皮设这样分析 也是按照穗星的位置 准不准呢 反正啊 周灵王和楚康王 都是那一年年底死的 据左站记载 此后皮罩还有几次预言 比如 陈国的灭亡 敬平公之死等等 都很正确 宋国的紫围植物是私心 专门看星星的 宋景宫 三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四百八十年 天上出事了 那天晚上 宋景宫带着小妾赏月 猛然发现火星 占了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星宿的位置 宿语叫做 银祸首星 由于火星呈红色 银银向火 在天空中运行 时而西向东 时而从东向西 情况复杂 令人迷惑 所以称为银祸 这下麻烦了 因为星术代表了宋国 宋景宫也略通天文 因此赶紧派人把紫围给叫来了 你看看 现在银祸首星 主何兄弟啊 宋景宫急忙问 银祸是个凶星 走到谁的位置上谁倒霉 不幸的是 现在到了我们宋国的位置 那就是祖公您啊 要倒霉了 恕我直言 您活不长了 紫围望着星空 这样解释 什么 宋景宫叫出来了 不过 我有办法让这个灾祸 从祖公身上移开 让咱们的青 来承担这个灾祸 紫围轻声说 怕别人听见 是吗 宋景宫一时挺高兴 不过想了想觉得不妥 青是为我治理国家的 我却要害死别人 太缺德了 不行 紫围一看宋景宫还挺有良心 那还可以转嫁给老百姓 紫围接着出主意 不行 老百姓死光了 我当谁的国君呢 这主意不好 这次宋景宫想都没想拒绝了 紫围一看宋景宫的觉悟提高很快啊 那还可以转移到年城上 紫围还有主意 年城不好 老百姓忍饥挨饿 家破人亡 作为国君 自己的灾难要转移到老百姓头上 谁还愿意把我当国君啊 算了算了 该死活不了 我是授数到了 死就死吧 你呢 就别再出授主意了啊 就这样吧 宋景宫断然拒绝 紫围一看啊 哇塞 这么多年了 没发现这老东西觉悟这么高啊 这简直是垂犯千古啊 紫围向宋景宫扣了一个头 说道 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 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 但他能够听见地上的话 主公说了三句那么有觉悟的话 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 今天晚上 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 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 嗯 你怎么知道 火星移动一个地方 要经过七颗星 一颗星相当于一年 三七二十一 所以君王的寿命延长二十一年 紫围计算了一番 这二十一年也不是信口说的 真的 主公 咱们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 我陪着你 咱们就看看他动还是不动 要是不动 主公 您就把我杀了 当天晚上 宋景宫和紫围真的整夜未眠 盯着星星看 还好 晚上没有乌云 随时能够看见星星 火星真的移动了吗 一切都如紫围所说的那样 火星当晚移动了三次 宋景宫活了六十四岁 等于在那晚以后 又多活了二十七年 这件事情最早建于吕氏春秋 史记也有记载 归结春秋 以及以前的信像学 并没有科学道理可言 不过星相学对于中国立法贡献极大 并且对于考古有非同寻常的利用价值 比如周五王灭桑 周朝史官史义 记录下了在这一激动人心时刻 天空上的星座和月像 命祝同将在历轨上 交注下 罗顶刻文术有桑的名文 依照这一记载 可以断定周五王刻桑的准确日期 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后来占星术逐渐衰落 被周一补卦所取代 不过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还常常夜观天象 但是好想观察的呢 就比较简单 往往是看见一颗大星 坠落到了某地某地 以春秋占星术相比 就有点小儿科了 既然说了春秋时期的占星术 顺便呢 也说说春秋时期的补士 古时预测吉凶 用龟甲称补 用狮草 称氏合称补氏 补氏从上古就有 而义最早实际上就是补卦 补的方法 简单介绍一下 那就是取硅甲 上砖九个孔 沾补时 在孔中插入甘草点燃 硅壳受热产生裂纹 再根据裂纹的形状来进行解析 商朝以前 硅壳为一次性使用 到了周朝则反复使用 氏的方法呢 略微复杂 不做具体介绍了 主要是通过一种固定城市的抽取过程 确定 试草的数目 一共六次 得到六个数 称为六窑 六窑依次排列之后 就能得到一个或者两个卦象 然后根据卦词进行解释 一般来说 只有家国大士 才会进行补士 而且 无疑不补 不要平时没事 吃饱了撑的就去补士 到后世 基本上不用硅和释草 而用铜钱占卜了 这是后话 周初 周五王罚伤之前 曾经占卜 结果挂象为不吉 当天暴雨 所有人都很害怕 只有江太公 把硅甲释草砸了个稀烂 然后劝告周五王 我们是奉上天的意思 讨伐武道 不要让这个烂骨头破草 阻止我们 之后 周五王发兵 灭了商朝 按理说 江太公已经把补士 说得一无是处 并且证明了补士 没什么用 大家就应该放弃补士了 可是事实上 整个周朝依然慎行补士 左传中 有关补士的记载很多 关于以周易补士的记载 一共有13条 还有五处 引用周易来论说事理 补士的高手有 补烟 新疗 史书等等 可见补士这样的工作 通常由补官或者使官来做 而且 不仅周王室 鲁国这样的正宗周文化使用 晋国 甚至楚国都大量使用 俨然 补士是中原文化的一种象征 周易占补 是迷信还是科学呢 说法不一 不去判断 一 我们所见所闻 确实有很多神奇之处 左传当中 对补士的记载 同样有灵 有不灵 有信 有不信 靖献公 想立以黎姬为夫人 补了一下 不急 试了一下 急 靖献公说了 是比较准 其实他早就定了要立黎姬为夫人 不是啊 不过是做个样子 同样 楚灵王想要占有天下 补了一下 不急 楚灵王把龟壳扔在地上 对天喊道 这点小小要求都不能满足我 老子自己去夺过来 基本上 多数情况下 补士都是做做样子 如果是急 那就名正言顺 如果是不急 学江太公就是了 史记中有归策列传 进入补士 到了唐朝 唐朝第一名将李靖 在李卫公问对中 曾经跟唐太宗 谈到 占星补士 这一类东西 按李靖的说法呀 天官时日 名将不法 应者居之 所有这些占星补卦 与装神弄鬼啊 都一样属于兵家轨道 都是拿来骗人的 真正的名将 是根本不信的 可是如今 还是有很多人 相信占星算卦 实在是荒唐至极啊 第二年开春 郑剑公前往靖国访问 子产陪同 看见子产来了 书相非常高兴 这次轮到他作动了 听说郑国最近有点乱呢 到底怎么样了 你没有危险吧 书相问子产 他很关心子产 哎 四甲和两甲斗得很厉害 去年几乎打起来了 现在国军正在调解 不知道怎么样了 不过无论好坏 今年都会有结果了 子产说 他对书相笑笑 表示感谢 你们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书相有点奇怪 他听说大家已经在梁霄家蒙视过了 梁霄娇奢 而且刚愎自用 子亦呢 又谁都不服 俩人之间互不相让 表面上是和解了 但是两个人积怨很深 还会爆发的 那你要多加小心啊 不要把自己卷进去 多谢了 我会了 不过 靖国怎么样啊 哎 一言难尽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说到自己的事情 谁都要先叹口气 结束了对靖国的国事访问 郑建公和子产回到了郑国 实际上 郑建公对于梁霄和子曦之间的事情 也感到头疼 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得住 如果自己力量足够 就把他们消灭了 可是如今 自己只能撞孙子 当和事老 回到郑国之后不久 郑建公亲自出面 为梁霄和子曦再次调解 于是 在4月 郑建公和所有大夫们 进行了一次盟事 强调要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 对于这次盟事 子产认为不是一件好事 而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次盟事 会让梁霄和子曦 更加自以为是 从而更加骄傲 事实证明 子产的看法是正确的 梁霄和子曦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狂妄了 直到秋天 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梁霄喜欢喝酒 为此自己家里建了地下室 里面装满了酒 梁霄呢 就经常晚上在地下室喝酒 一边喝 一边集中出信 通宵打蛋 这一天 梁霄又喝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早晨 醉醺醺的上朝去了 郑建公一看 好嘛 还醉着呢 好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梁霄醉着上朝 见惯不惯了 上朝也没什么事 只有一件事 算是件事 那就是楚国特使来了 要求郑国派人去朝外 按照世界和平协议 这项要求倒是合理的 各位 谁愿意走一趟啊 郑建公问 他也决定不了 他也知道 没有人愿意去 清醒的人都沉默了 只有喝醉的人说话了 紫 紫 紫西去吧 梁霄舌头都硬了 什么 凭什么我去啊 紫西叫了起来 凭 凭 凭什么 梁霄用心红的眼睛 斜眼看着紫西 嘴角的口水都流了下来 就 就 就凭老子个头比 比你大 行吧 紫西一听 气得肺都要炸了 当时也不再跟梁霄说话 起身走了 干一点活的都要计较 什么东西啊 梁霄在后面还骂呢 不欢而散 郑建公也没有办法 退朝休息去了 今天上朝啊 就等于什么都没干 梁霄稀里糊涂 回家补教去了 紫西气哼哼的回到家 二话不说 就立刻整理加兵 再派人通知四代 两家人合并攻打梁霄家 这一次 紫西根本就没有通知紫皮 他怕紫皮再阻止他们 四家的人马杀到了梁家 这时候梁霄还睡着呢 梁家人一看不妙 一边抵挡 一边用凉水把梁霄浇醒 什么 怎么这么凉快啊 梁霄人醒了 酒还没醒 梁家群龙无首 只有一个办法 逃 于是梁家家兵也顾不得别的了 护着梁霄从后门突围 一路逃到了雍梁 到了雍梁 梁霄才算彻底醒过来 一问手下说是所有家族合起来攻打梁家 那 那还等什么呀 接着跑啊 梁霄这个时候啊 也不省起来 继续逃命 梁霄逃到哪里去了呢 逃到了郑国的死敌 许国去了 梁霄跑了 梁霄的家人就倒了没了 跑得快的算是捡了条命 跑得慢的就没了命 随后紫西一声令下 一把火把梁霄家烧了个精光 一场内乱过去了 按理呢 主要错在于紫西 应该定紫西叛乱 可是事情啊 全然不是这样 紫皮召开了全体清大夫会议 讨论目前的形势 说是讨论 实际上是宣告决定 桑汤的右相纵毁说过 乱者取之 亡者毁之 推王固存 国之利也 梁霄 奢侈傲慢 就是乱者 如今被赶走了 就是亡者 而汉家四家和风家是同母所生 理所当然要互相支持 所以大家要接受现实 精神团结 紫皮的话呀 说得很清楚 我们三家现在实力最强 所以赶走梁霄 也就赶走了 我们呀 就是对的 郑国的大夫们呢 明知道这件事啊 是仔细不对 可是人家三家团结在一起 谁惹得起呀 没办法 第二天 一个个去向紫皮表达支持 干革命 不能站错队呀 谁强 站在谁那边 有人来动员紫皮 也去紫皮那里表一下忠心 不能急呀 现在国家还在动乱中 谁知道最后的结果呢 支持国政的人 一定要足够强大 而且政治 国家才能免于灾难 我嘛 还是先保持中立吧 紫皮拒绝了 一来他不站队 二来他觉得紫皮 处理这件事情不公正 紫皮没有去找紫皮 反而带人去收敛了 梁霄家族死人的尸首 埋葬之后 紫皮拒也没有跟大夫们商量 就出走了 去哪里啊 宋国 他奶奶的 他们能这么对待梁霄 也就能这么对待我 自己的家族都保不住 还管什么国家 紫皮拒真是心寒了 这个时候 保命要紧 听说紫皮拒出走了 硬断也跟着出走了 而这个时候 游吉正在靖国出使 以游吉和紫皮拒的关系 他回到镇国之后 必然也要出走 紫皮有点傻眼了 赶走了一个清 如今再走掉三个清 这个国家还怎么着 固然这样可以把紫西们 都递补为清 可是这几位什么德行 紫皮还是知道的 要是他们都得了事 镇国离亡国就不远了 国家都亡了 自己的家族不也就完了吗 大家看看怎么办 紫皮紧急召集四代 紫时和紫西开会 商讨眼前的形势 哎 紫产既然不跟我一条心 走就走 管求他的 紫时发言 大家都赞同 紫皮一看 这几位都只想着自己了 不行 紫产对死去的人都那么有理 何况对活着的人呢 他要是走了 镇国人都会骂我的 紫皮坚决的说 姓说 你们都贪阳的鼠目春光 紫皮不再管这几位 亲自上了车去追紫 亲自上了车去追紫产 还好紫皮在境内追上了紫产 紫产其实啊 并没有一定要走的意思 还是有做做样子的意思 所以看见紫皮亲自来挽留 知道紫皮的诚意 因此也就跟着紫皮回到了形阳 听说紫产回来了 第二天 硬断也回来了 紫皮又组织了一次盟事 地点呢 在紫西家中 不过这次盟事啊 语气很谦功 整个过程 紫皮紫西等人也都很低调 随后 郑剑公又组织了一次盟事 梁霄逃到了许国 听说郑国的大夫们盟事 来共同对付自己 非常生气 说了些 奶奶的 有奶就是娘之类的屁话 可是随后听说 当初攻打自己的时候 紫皮没有出兵 梁霄又高兴起来 奶奶个熊 紫皮跟我还是不错的嘛 就凭紫西和四代 老子难道还怕他们 梁霄做了一个错误的形式判断 接下来 要做一个错误的决策了 在逃到许国之后的第13天 梁霄率领自己的手下 以及从许国借的人马 连夜出发 悄悄来到了刑仰 第二天一早 通过木门的排水道 潜入了城内 城里有梁霄的好朋友 马氏宇杰接应 从镇检空的仓库里 偷出了皮甲 给大家装备 宇杰是谁呢 子宇的孙子 装备停荡 梁霄率领人马 攻打内城的旧北门 这个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四代和紫西 探听到梁霄杀了回来 立刻组织嘉宾迎战 于是四家和梁家 就在卖羊的大街上 交上手了 梁霄和四代 都派人来找子产 请他出兵帮忙 你们兄弟之间 闹到这一步 我帮谁 我谁也不帮 让老天爷了解 你们之间的恩怨吧 子产拒绝了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不能随便站队 梁霄对形式的错误判断 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紫皮 紫石的队伍相继加入战团 梁霄的人马除了被杀 就是被服 梁霄也暂时在街头 梁霄被消灭了 子产料到了这个结果 子产也知道 现在四家 比从前更加脏狂了 如果现在向他们表达顺从 今后一辈子 在他们面前就翻不了身了 子产知道 越是他们戏验嚣张的时候 越是不能向他们屈服 战斗结束 满大街的尸体 子产来到了梁霄的尸体前 为他穿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整到他的大腿上大哭起来 随后 子产收敛了梁霄 又把他葬到了梁霄的封翼 斗城 自始至终 子产没有去搭理四家 四家对子产很不满 奶奶的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打他 子产要出兵攻打子产 谁敢 谁打子产 我就打他 子皮发火了 他强压住火对子产说 理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杀了讲理法的人 国家就完蛋了 看见子皮真的发火了 子产也怕了 从燕鹰哭齐装功 到子产哭梁霄 其实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技巧 燕鹰和子产都属于不站队的人 一旦国内发生内衡 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站队的问题 站在失败者一边 那就要逃亡 那就是很失败 站在胜利者一边 那就要去表达效忠 那就很没有面子 如果哪一边都不站 那就会被胜利者自动划到队里面 这个时候 既不想逃亡 又不想去表达效忠 怎么办 子产和燕鹰告诉了我们答案 去哭尸 去哭 赞败者的尸体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有没有危险呢 首先 这没有危险 哭本身就是示弱的表现 胜利者不会认为你对他有什么威胁 何况这时候早就大局已定 而好处很多 老百姓会认为你很勇敢 这个时候还敢去哭赞败者 同时 老百姓也会认为你够义气 很仁义 而胜利者也会对你另眼相看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都去表达效忠 胜利者根本瞧不起他们 而你敢于这样做 说明你是个值得交往 有原则的人 胜利者愿意拉拢你 其次 胜利者这个时候需要安抚人心 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典型 来反寸他们的大度 和对人才的器重 所以 当你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哭就是最好的办法 俗话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 看你会弹 不会弹 尤吉恰好在这个时候 从晋国回来 听说郑国大乱 梁霄被杀 直残很孤立 他也害怕了 到了都城之外 派副手回来复命 自己不敢进城 准备流亡到晋国 四代 你赶紧去把游吉追回来 别让人家说你们四家 逼人家逼得四处逃亡 紫皮立即派四代去追游吉 终于四代在镇静边境上 追上了游吉 一顿劝说之后 游吉还是不放心 兄弟 你如果不信 咱们就蒙事 四代没有办法了 扔了两块龟玉到河里 请河绳坐镇 与游吉蒙事 游吉呢 这才跟着他回到了镇国 梁家被消灭 现在有两个权力问题要解决 首先 梁霄被杀 空出来一个清的位置 这个位置给谁 其次 梁霄死了 谁来执政 按照顺位 应该是紫石替补 可是紫熙早已经虎思丹丹 自在必得 这个位置给谁 除了紫熙 所有人都认为应该给紫石 一来 安顺位轮到了紫石 二来 四家已经有一个秦了 不适合再有一个 三来 所有人都讨厌紫熙 甚至包括四家的人 郑建公决定任命紫石为秦 派太史前往紫石家中宣布任命 不行不行 我当不了 我真当不了 出乎意料 紫石竟然谢绝了 太史感到奇怪 没有听说紫石那么高峰亮节 不管怎样 紫石坚决拒绝了 太史只好回去回复郑建公 来到后宫 太史下了车 准备走进去复命 还没走到宫门呢 忽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 一把拉住了太史的袖子 太史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认识 谁呀 紫石的管家 什么事 太史问 咱们靠边点说 紫石的管家神神秘秘 拉着太史到了一个角落 这才说话 实不相瞒 不是我家主人不想当亲 是怕得罪紫西 所以只好假装拒绝 您看您能不能到宫里转一圈 撒泡尿就出来 然后再去我们家里宣布任命 就好像国君一再要求一样 那样的话 我家主人当上了亲 紫西也就不能恨他了 太史一听 这话说得有理 主意也足够好 为什么 您帮这个忙 我家主人有厚礼相报 紫石的管家 见太史一时没有表叹 赶紧又说 好吧 我能理解 太史同意了 随后太史进宫转了一圈 出宫后再次去紫石家宣布任命 这一次啊 紫石还是拒绝 太史假装欠了几句 又回宫去了 又转了一圈出来 又来宣布任命 第三次 紫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命 于是 紫石成为青 紫西原本对紫石有些恼火 可是听说人家再三拒绝 自己也就无话可说了 而紫产和太史关系很好 知道了一切都是紫石在做戏 倒有点意外 真他妈能装啊 紫产有些瞧不起紫石 但是同时知道这个人并不好对付 青的问题解决了 执政的问题呢 先要说说郑国的特殊政体 当年郑成功去世 郑喜功还小 于是郑国六卿商量了一下 决定紫汉代理国军 执掌国家 俨然就是国家元首 紫寺管理政务 而国军基本被架空 这叫做紫汉当国 紫寺为政 之后就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 紫前紫皮当国 梁销执政 平时紫皮并不购问国事 只有大的决策 以及人事任免才由他做出 这个时候 虽然紫石由郑检公任命为亲 可是执政人选 是由紫皮来决定的 按照顺位 现在应该是子产执政 说你来执政吧 紫皮把子产请到了府上 要把管理政国的权利交给他 算了 政国国家弱小 却又夹在大国中间 家族势力强大 而且职宠骄政的人又很多 我干不了 另请高明吧 子产拒绝了 说 我知道您说的话有道理 可是这个国家 是咱们的国家 王罗国对谁有好处呢 现在这么多人 我知道 说 您的才能 远在我们所有人之上 除了您 别人都不行 紫皮说得很诚恳 不行 梁霄的下场 大家都看到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子产没有让步 说 梁霄的事情 我知道处理得很不公道 可是梁霄本人也有责任 这样 我现在就承诺 从我这里开始 无论谁 都必须听您的 谁要违抗 我就拿他试问 说 您就一门心思治理国家 其他的事情 我给您摆平 您看怎么样 紫皮说得越发诚恳 紫皮没有回答 他呢 有些被说动了 说 要不这样 我组织一个盟事 紫皮看紫皮还在犹豫 接着说 紫皮看了紫皮一眼 他了解紫皮 他知道紫皮啊 是个说话算术的人 那这样吧 这个执政呢 我就当了 盟事呢 就免了 反正啊 说了也不算 别的我也不敢奢求 你把紫皮看好就行了 紫皮答应了 叔 太好了 紫皮很高兴 紫产执政 新的内阁成立了 成立大会上 紫皮一再强调 今后这个国家 由紫产来管理 包括我在内 都必须听从紫产书的指挥 谁要违抗 我第一个跟他过不去 紫皮表了态 大家都响应 随后 紫产发言 紫产没有说太多 他知道 说太多也没有意义 他只说了感谢紫皮信任 希望大家支持一类的套话 随后给大家分了工 今后对外事务 有紫石来封管了 内阁中的排序 他排在我的后面 紫产宣布 包括紫石在内 所有人都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 因为紫石刚荡上秦 原本应该排在第六位的 大家都有些不满 但是也无话可说 一来紫皮刚刚说过一切听紫产的 二来紫石和紫产同倍 比其他人都高一倍 现在郑国的六亲是 紫皮 紫产 紫石 游击 硬断和丝带 那么紫产为什么要超拔紫石呢 紫产分析了一下形式 六亲当中 游击和硬断肯定没有问题 特别是游击跟自己很贴心 问题在哪里呢 在紫石和丝带 如果他们对自己不满 凭借他们与紫皮的特殊关系 就完全有可能对自己不利 所以要拉拢瓦解他们 相比较 紫石刚刚荡上青 如果这个时候拉他一把 他就会感恩戴德 再说了 紫石胆子比较小 让他做到第三把交易 他也不敢搞什么名堂 从另一个角度说 紫石荡上青 紫西心理本身就已经很不平衡了 如果再超拔紫石 紫西一定会认为 紫石在暗中搞了什么名堂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就会疏远 这样就达到了分化瓦解的目的 当然了 资产明白 要掌控大局 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 还必须试点小计谋 而只有在没有人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之后 自己呢 才能开始实行改革 当然资产明白 要掌控大局 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 还必须试点小计谋 除了小计谋 有的时候呢 还要搞点阴谋 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必然是一个阴谋家 大乱之后 郑国终于有可能走向大智了 历史重任 就这样历史性的落到了资产的身上 原则是要坚持的 但是不同的情况 要坚持不同的原则 而所有的原则 要服从于一个原则 那就是总的原则 苟立设计 苟立设计 死生已知 这是资产的总原则 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去做 不在意生死 2400年后 林则徐写道 苟立国家生死已 岂应获福必趋之 当然 资产坚信 能不死 最好不死 死了 就无法为国家效力了 团结一部分 拉拢一部分 打击一部分 忽略一部分 该明白的时候明白 该糊涂的时候糊涂 这是资产的策略 或者叫做 全数 全数没有好坏之分 只有高明和低略的差别 游击和硬断不仅有才能 而且人品好 资产将它们列为团结的部分 丝带和紫实 人品能力一般 但是并不恶劣 再加上与紫皮家族的密切关系 它们属于拉拢的对象 打击的对象 不在清的系列 但是必须有 那么是谁呢 资产在等待时机 谁应该是被忽略的人呢 仔细 资产根本不同他发生关系 他也就无从怨恨 游击和硬断 很容易就成了资产的左右手 团结成功 资产决定拉拢紫实 他比较容易被拉拢 因为他从前地位低 容易满足 资产给紫实一个简单任务 简单到左传都懒得记载 兄弟 这个任务很艰巨 完成之后 奖赏你三亿 资产布置了任务 还给了悬赏 紫实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个任务如此简单 悬赏简直就是白送给自己 游击对于紫实的做法 有些不满了 说 国家是大家的国家 为国家办事是每个人的义务 为什么别人办事没有奖赏 偏偏他有呢 游击觉得不公正 于是问子惨 人都有欲望的 要让一个人全力去做一件事情 就要顺从他的欲望 此时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土地 我就给他呀 这样他就能全力去做 把事情做好 地 给他有什么关系 不都还是正国的吗 子惨这样解释 他不好明说 这是要拉拢子时 可是人外国怎么看我们呢 游击还是想不通 这样做 是要让大家和谐相处 而不是互相挖墙脚啊 外国人管着吗 郑书说得好 安定国家 必大 烟先 要想建立和谐社会 首先要让大家族得到好处 大家族安定下来之后 再进一步安定全国 这一次 子时的话 说得很明白了 他是要拉拢子时 游击没有再说什么 对于这件事情 他只保留态度 正如子惨所料 子时果然很卖力地去完成 交给他的简单任务 做得非常出色 兄弟 太能干了 这个三亿呀 归你了 子惨说到做到 给了奖赏 子时屁颠屁颠地走了 在所有的清中 他的封义 比别人都少很多 所以如今轻易得到三亿 喜出望外 可是没几天 子时听说很多人 对他得到三亿不满 他有点害怕 于是回来找子惨 请求把三亿退回来 怕什么 没头没墙 那是你该得的 别怕 我给你撑药 子惨暗暗高兴 一来证明子时 胆小怕事 二来 自己的人情 做得更足了 子时千恩万谢 回去了 从那以后 子时见人就说 子惨闲能的一塌糊涂 团结成功了 拉拢成功了 打击的对象出现了吗 该出现的时候 就会出现 子时有个侄子 叫风卷 到了秋天 准备举行佳祭 祭祀自己的父亲 于是风卷找子惨 请求打猎 以便猎取祭品 那什么书啊 我要打猎 以便祭祀我爹 行不 风卷说话的态度 很不恭敬 不行 只有国君祭祀 才能用兴杀的野兽 轻以下都不可以 子惨断然寄绝 我前年就打猎了 怎么到了你这儿 就不行了呢 风卷斜着眼睛 质问子惨 你已经错了很多年了 我不能让你再错了 子惨也没给他好脸 嘿 别以为别人怕你 我就怕你 有种的你等着 风卷气横横的走了 他跟四代的关系 一向不错 平时呢 也是专横拔护惯了 风卷决定 率兵攻打子惨 于是一边准备假兵 一边去通知四代和子时 联合出兵 子惨很快知道了消息 立即来找子皮 子皮啊 不干了不干了 我不干了 你另找能人吧 我呀 我去经过避难了 子惨兜头就是这么几句 搞得子皮一头雾水 说 什么事啊 风卷这小兔崽子 联合了四代和子时 要来攻打我 我只能跑了 子惨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 还要跑 说 你等等 我这就派人去找子时和四代 如果他们敢出兵 我就出兵灭了他们 子皮大怒 当时留下子惨 就要派人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四代派人来了 报 风卷要攻打子惨 还约了我家主人 我家主人现在赶去劝阻他了 特地让我来报个信 四代派来的人这样说 四代没有跟风卷同流合污 子皮略略放了下心 子惨呢 则心头一喜 看来四代没问题了 四代的人刚走 子时来了 哟 子惨兄也在这里啊 我正要找你呢 风卷这小兔崽子 吃错药了 竟然要起兵攻打你 这不 我赶紧来找子皮 去劝阻这小子 实在不行 咱大意灭清 何必灭了他 子时说话说得很激动 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子皮彻底放心了 子惨也彻底放心了 风卷被四代连劝代骂 早已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两人正在说话 子皮 子时和子惨来了 叔 您来了 看见子时 风卷很老实 那是他亲属 风家的掌门 混掌东西 我不是你叔 你是我叔 子时劈头盖脸 把风卷一通臭骂 骂得风卷不敢抬头 叔 我错了 我知错了行吗 风卷彻底老实了 联盟求饶 错了 完了 你子惨书 带我们风家不浅啊 你说我能有今天 都是你子惨书 一力抬举 如今你不知报恩 反而恩将仇报 你这个没人性的白眼狼 今天 我当着你子惨书的面 我要大义灭轻 子时说的激动 抽出刀来 扑通 风卷吓得跪倒在地 子时回头看了看子惨 意思是说 我要动手了 你要想欠主就趁早 子时啊 算了 年轻人不懂事 这次算了吧 子惨当然知道子时的意思了 杀了风卷不是一件好事 子惨兄 你别护着他 算了 他也就是说说而已 再说了 他也是我侄子啊 这边子时拿着刀 就是不动手 子惨呢 一个劲的劝 子惨一看 这是要靠自己收场了 两位叔啊 你们也别争了 风卷的过错 按理说呢 杀了也不过分 不过 既然子惨叔给他求情了 死罪饶过 活罪不饶 给你一个时辰收拾 给我滚到近过去 子惨做了判断 基本上啊 是各方都能接受的 风卷得了性命 大喜 急忙来向子惨道谢 皮哥 多谢饶命真 风卷忙不定的说 谢我什么呀 谢你书去 子皮大声呵斥 书 多谢多谢 风卷又来谢子时 混账东西 快去谢你子惨叔 才是正路 子时也大声呵斥 子惨叔 我 我狗眼看人低啊 我错了 风卷说着说着 哭了 子惨没有说话 因为他怕一说话 就会笑出来 风卷当天被驱逐出境 前往晋国流亡 在子惨的劝说下 子皮决定不没收风卷的风地 准他三年之后再回来 哥呀 你对我们风家太好了 我 嗨 什么也不说了 我们风家就跟着你了 子惨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他觉得子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 该感谢主公和子皮啊 子惨淡淡的说 该团结的团结了 该拉拢的拉拢了 并且打击了胆敢对抗的不服分子 现在时机成熟了 子惨知道 自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秋收之后 子惨开始了第一次改革 子惨的第一项改革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整顿社会秩序 第二部分 整顿农田 按左撰的说法 子惨 使都必有章 上下有福 田有风絮 如井有武 大人之中简者从而遇之 太实者因而避之 对于这段话 历史上解说不一 从当时的情况看 我们做如下的解释 都必有章 上下有福 核心在于恢复社会秩序 自从牧主独掌政国大权 一来牧主本身嚣张跋扈 强取豪夺 破坏了社会秩序 二来 牧主的旧贵族 不甘心利语受到剥夺 暗中呢 还在破坏社会秩序 第三 郑国近来 主要经历在国际生存 对于国内秩序 忽略轻视 也无力照顾 因此 近年来 郑国的社会秩序混乱 社会治安恶化 因此 资产制定制度 对城市和农村 进行规范化管理 同时 按照党籍 行业 对人民进行管理 人们要手里 不得僭越 一切行为要依理法 田有风絮 如井有武 郑国的土地 肥瘦不一 关键是郑国 并非多水的国家 因此很多田地 往往因缺水而欠收 当初子嗣意识到这个问题 因此呢 做了田序 在田间挖水沟 保障灌溉 可是因为事情做的有些过分 因而遭到西宫之变 把命都给送了 如今 资产要继续做这件事情 强行推进田间的水利工程 同时 借鉴当初管众管理齐狗的办法 在农村实行保甲制度 强制保障农业发展 建立乡校 实行全民义务教育 大人之中简者 从而语之 太持者 应而避之 响应 并且积极实行改革的 有赏 阻止改革的 重罚 改革的目的呢 是社会稳定 发展农业 不过 具体推行方法 已经不可考了 改革 强势推行 六星全力支持 人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呢 被强制终止 很多人不满意 田间沟渠的挖掘 导致大量的田地面积缩小 很多人不满意 郑国人民对子产很不满意 不满意虽然不满意 没有人有实力奋起反抗 连子西也没有胆量借机闹事 郑国人呢 编了一首名歌 歌中唱道 没收了我的衣服 侵占了我的土地 限制了我的自由 子产这个王八蛋 谁要带头去杀他 我就跟他一起干 为什么会没收衣服呢 因为当时郑国 已经到了乱穿衣的地步 比如普通老百姓 穿上了氏的衣服 氏穿了大衣服的衣服 等等 因此 但凡在街上乱穿衣服的 子产都下令没收 子产知道 自己现在是全民公敌 可是他不怕 真的不怕 这一年 是郑检工23年 也就是公元前543年 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 郑国农作物的生长 明显好于前一年 也就是说 虽然土地面积减少了 但是灌溉充分 单位产量提高了 骂声少了很多 因为大多数的人 收入增加了 6月 子产请郑检工 去靖国朝拜 敬献共平 而自己成为郑国执政后 也应该去靖国一趟 原本去年就该去 但是那时候 子产真的不敢去 而现在郑国 正在安定下来 他敢去了 子产和郑检工 来到了靖国 被安排在国兵馆占住 一住两天 靖平公没有接见 子产待不住了 一打听 说是鲁香公轰了 消息刚到 靖平公没功夫 接见郑检工了 这 这可怎么办呢 郑检工傻眼了 真的是来得不巧 我们辛辛苦苦来了 抽个一天半天的 都抽不出来 太欺负人了 主公 你别担心 看我的 子产有些生气 当然 他也有办法 子产命令随从 把国兵馆的墙给拆了 然后 把马车都给赶了进来 国兵馆的工作人员 一看 吓了一跳 这郑国人怎么 无缘无故损坏公务啊 还不好管 人家是外兵 于是 郑国人损坏国兵馆围墙的事情呢 就报了上去 这时候啊 还是造物是中军帅 一听这事挺生气 可是再一听 干这事的 是子产 当时竟然有点害怕 那什么 请犯老去一趟吧 把事情弄清楚 赵武不敢自己去 他怕说不过子产丢面子 所以派人去请 已经退居二线的范盖 去跟子产打交道 范盖气哼哼的来到了国兵馆 从前几次 被子产骂得狗血喷头 如今想想 说什么 你们拆了国兵馆的墙都不对啊 我正好报仇 好好骂你一顿 子产 我们国家因为管理不好 有很多盗贼 无奈各国有很多使节来往 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 把国兵馆的围墙修得很高 以便大家有安全感 现在你们擅自拆了我们的围墙 你们自己的随从加强了戒备 可是别的客人呢 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功德心 破坏公务 造价赔偿知道不 告诉你 我们国君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非常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今天你就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否则吃不了兜着走 横 范盖没客气 指着鼻子骂了自惨一通 然后等他认错求饶 然后再骂他一通 子惨都没有重眼 子惨都没用正眼看他 心说你这两把刷子 也就忽悠没见过世面的无国人还行 在我这儿啊 您还嫩点 烦老 我们正国吧 是个小国 又夹在大国中间 大国向我们索要共平呢 也没有什么规律 因此我们不敢安居 主动来朝拜 这不 我们收集了全部的财富来朝见 谁曾想吃了个闭门羹 根本没时间接见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的共平就麻烦了 直接交到你们在仓库吧 那就成了你们的东西了 如果放在院子外面吧 风吹日晒雨淋 那就毁坏了 范老 你教教我 我们干怎么办 子惨说到这里 给范盖出了个难题 范盖愣了愣 有点发傻 本来就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 再加上这个问题啊 提的突然 范盖竟然张口结舌 达不上来 我听说当年进门宫做盟主的时候 他的宫室矮小简陋 可是国宾馆却富丽堂皇 那时候的国宾馆就像现在的宫室一样漂亮而舒适 仓库和马棚都修得很好 环境优雅 干净整洁 诸侯的客人们来了 期待的官员们 接待的官员们 在庭院中设置火炬照明 保安们日夜行逻 以防盗贼 车马都有停放的地方 还有专人替代宾客的随从 以供使用 车马有专人帮助维护喂养 朝中百官们也都拿出珍贵的物品 招待客人 靖文宫从来不会让客人无故滞留 而是随到随见 祖随客便 靖文宫很关心宾客 什么都替宾客着想 有什么问题亲自出面解决 可以说那时候是兵制如归 什么都不用担心 可是看看现在 国君的宫殿广阔树立 诸侯们下榻的国宾馆 跟奴隶住的地方没啥区别 大门狭窄 门槛贼高 车马进不来 车马没有安置的地方 而盗贼又横行霸道 现在贵国君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接见我们 你说说 要是不拆毁围墙 把车马赶进来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鲁国国君去世 我们也很悲伤啊 可是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能接见我们呢 希望贵国君主早日接见我们 我们早日把贡品献上之后回国 那样的话 我们愿意把围墙修好 子惨把静门宫给搬出来了 其实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谁也不知道 可是子惨就这样说 范盖也不敢说 不是那么回事啊 子惨一番对照 把现在的静国 说得一无是处 是 是是是 范盖啊 听得只能点头说是的分了 子惨都说完了 还在不住的点头 全然忘了 来这里本来是要痛骂子惨的 范盖老老实实的离开了国宾馆 回去把子惨的话 向赵武说了一遍 子惨说的有道理啊 是我们不对 现在的国宾馆 是奴地的宿舍改造的呀 赵武也听得点头 心说 幸亏我自己没去 赵武当即派人前往国宾馆 向郑国人道歉 并且立刻安排静平宫 第二天设宴招待静检工 第二天静平宫的宴席特别加重了礼仪 场面非常隆重 赠送的礼品也比往常要丰厚 送走郑国人之后 赵武立即下令在兴旨修建全新的国宾馆 外交辞令是如此的重要啊 资产善于辞令 其他的诸侯也跟着受益 师经理说 辞之旗矣 明之邪矣 辞之意矣 明之莫矣 好的言辞能够让国家和谐安定啊 书相为此事感慨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